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上个星期呢我们熟悉的大爱网路电台爱上人间的主持人 慈悦师姐即将前来 同时我们泰国的团队梅军也即将两位都会临领主场 所以在这边让大家看一下 那接下来一个解锁的人生困惑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看看上人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一生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 什么是贵啊 什么是贱 贵贱啊 就知道你是不是需要用 你若需要用 没办法啊 这就是最规定的物质啊 学书 好像白色在面前 让人心胜啊 就这样 有也好 有也好 富裕的人啊 就把天使的中性 表达了 他生我优异 所以啊 有很多中性的物质 只不过是中性意义 这种中性质物啊 可有也可无 所以 我们最重要的生活 就是需要 这是必须要的物质 日常生活中 对到物质 真万丈 有糖尿啊 就好了 不用求心 不用求变 最实用的物质 这个呢 就像最普遇 地球最终 就是福家 所以我们所要用的是 有用自闻 不是的 在拼 鬼 是 需要是有 这个呢 就是 最有用 好 非常感恩喔 使用是最有用的喔 所以非常的感恩 就是透过这样的 療育果实 其实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喔 所以我们大一台的同仁 真的非常的用心 那这个呢 传给我们的亲友团呢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短短 并且公听上人开示的同时 还可以学习英语喔 这是很棒的一个平台喔 所以一个解锁人生困惑的频道 介绍给您喔 那 我们真的 随时要提醒自己 想要传法随 就爱上人 要多说慈祭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近世语 今天念左边这一句 一起来 对人和睦才能欢喜 自在的过日子 那上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才 我们总是每一次来提醒自己 一起来 谦虚而非不可一世 洁生自爱 能够含养得香 无私爱的执着 而能够平等的带人 心量开阔 且能克制脾气 做事认真 可是跟人家无争 言谈举止 有威仪风度 有觉有德 又有亲近心 把握大原则 小事不必计较 有这样的人存在 上人才真正觉得后继友人 才能真正的安心 祈愿每位菩萨 都是上人心目中的人才 好 我们把手放心坎 跟上人撒叫一下说 上人请安心 我是您心目中的理想人才 一起说 上人请安心 我是您心目中的理想人才 好 看上人怎么祝福我们的 哇 上人按个赞 所以呢 我们也瞧起大拇指 你看这个赞 最靠近的是不是自己 所以已经给自己祝福 旁边有人赶快给他加码祝福 感恩他陪我们读书 来 感恩你陪我们读书 好 感恩你们陪我们读书 好 上人说你们是传法人 要好好传 传好法 又跟团队说 法入心成为谁 身无量 那最近的给我们是八个字 法入人心 净化人间 那这些都是上人做我们的开示 那我们的师父 陈师父做出来的这样的法语图卡 所以人间姻缘不可思议 真正的要珍惜自己 但是岁月是不留给人的 大家要好好把握姻缘 人与人之间要席缘 常听到响思啊 这么多的人在响思 人间姻缘不可思议 发挥大用 席聚人心 法入人心 净化人间 而旁边是不是有个响思品 这个响思品呢 我们做了一千支的响思品 送到了仁医会 所以呢希望在仁医会的时候 可以跟所有的人来做一个结缘 感恩 那爱上人 我们就一起来多说实际 真性情串灵爱 一直一直有好多感动的故事 十月十一号是我们十月份 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三的下午 所以请大家互相的提醒 感恩我们三位灵魂人物 我们红法利生爱眠眼 你看我们的竹筒有没有很可爱 也是有人订过 哇真的是好感动 那我们陆续哦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把爱 我们现在已经捐出了十万以上 你看六朵加三点三点 这样子是不是总共十二点二朵了 同时间还有预购再加入 所以我们掌声感恩所有人的串联 我们西雅图的师姐就说 我们没办法做 但是我可以来做串联的部分 所以他定了六十件的旗袍 钥匙袋 那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钥匙袋 钥匙套 每个人拿到都是独一五二 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这个部分当做出来以后 统一做出来以后 都是师兄 黄碧毅师兄 只要在他 他已经退休了 在他家有空的时间点 他全部在帮我们串这个珠珠 而这个珠珠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旗袍用的陶珠洞口太小 还需要用错刀磨大一点才穿得过去 陶珠加上种子再打上一个漂亮的绳结 让旗袍有加分的效果 团队用心设计跟制作 买旗袍的人真的是物超所值 所以非退不可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人手上能拿着一个这样的旗袍钥匙套 然后人家看到一定觉得很奇特 这时候你开始可以跟他讲慈禧的故事 我穿的旗袍是三千多块 不是一百万 然后怎样怎样 就是跟旗袍有所连结了 所以我说 真的感恩毕毅师兄 总是笑咪咪默默的做了许多的事 旗袍钥匙套 光一个袖扣都是如此的用心 怪不得这么多人的喜爱 我们也希望这一个作品可以红发立身 带来亮丽成绩 所以虽然毕毅师兄没有在现场 但是他一定可以看到回播 所以我们是不是透过大家的掌声让他知道 谢谢毕毅师兄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动 所以月上云端小沙咪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袋子 我们还在想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这是一个名画家帮我们画上去的 所以我们还在想怎么样去处理 这样一个月上云端 还在设计当中 所以他是以这一个我们月上云端的小沙咪去做的 那我们这个月上云端的小沙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 因为看了真的非常的疗愈 所以请大家周围有兴趣的人 真的可以加入我们针线请串恋爱 多国语言同步苟译 感恩上任2020年的祝福多国读书会 2021年再加码比译 所以我们今天是9月20号也就是第三周 掌声感恩英语口译 星马团队 国荣市委 瑞山小青 莉莉玉美 以及我们加拿大的年轻人 雨燕 我们的粤语团队 他们只要是第三周 我们掌声感恩 海文一化 力思美临 银元力军 文庆全光面文 这一个团队跨 美国 加拿大 马来西亚 以及香港 厉害的一个团队 他们每一次上线 一定是写顺 善效应 所以我都知道 他们这一组发生了什么事情 缅甸的口译感恩 苏金国老师 谢谢 苏金国老师一个人在台湾 但是我每次这样讲 老师你不用三小时 因为缅甸的网路是不太通顺的 那苏老师在台湾 他每次坚持三小时 真的令我们感动 菲律宾的年轻人掌声感恩 映如 丽媒 佩真 嘉欣 妙玲 以及宇媛 好 我们印度的口译师阳师兄在线上 那他现在今天还在做测试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真的非常感恩 只要他口译了以后呢 那我们导读的部分 就可以被印度 还有尼泊尔的家人可以听得懂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我们的小青师姐 跟玉门师姐 马来西亚的串年 串年 日益的这样子的坚持的耐心跟毅力 然后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都觉得那个环节 是分分秒秒不空过的 那最开心的是 这一次他来遇到大爱剧场的本尊跟演员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读书会真的非常的多人 写了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正能量的传访 那右手边这个是我们粤语团队的 那异化在美国 他就说感恩在这一次 因为他要上美国总会分享 所以他们给他的负担是比较少 可是后来他发现全光 在口译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 于是他马上打开以后 换他口译 马上接棒成功 那张文庆师兄呢 他说他当天呢 就是听到了我们北加的执行长 蒋凯文这一位老伯伯 经过四年的努力 完成心愿那样的一个回馈的感动 所以他觉得真的很幸福 而且应该莫忘初心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紧紧随着他 那全光师兄就说 他说我连续就是涨了一点 所以科技的产品操作 还是不是那么的顺畅 这一次不顺畅 幸好有伙伴就是刚才的异化 就把他解围了 他说非常的感恩 那律师呢他就说 通过那个外部的扬声器 他忘记戴耳机 所以口译当下也不觉得有回音 就看到团队在跟他匕首画脚的时候 他才知道 哇他又犯了一个错误 他觉得很糗 所以他以后会更加的谨慎 也感恩团队的提醒 加拿大的燕文说 我们的默契真的越来越好了 那这一次主播呂时璇 他的时间的掌控分享 都是直接精准 他觉得好厉害 那海文说他这一次翻译的是 墨山比克的禁瑶 那在这个当下里会 他非常感恩他的发心力愿 然后也忏悔自己没能再跨一步 可是海文已经是做非常的多了 那他们就是来临的九月 我们会继续合作 也就是今天他们现在在线上继续合作 那我们非常的感恩 月上云端邀约大家 那这是我在912的时候 我们团队到了大爱妈妈去 那大爱妈妈的团队帮我们做出来 我觉得我说你这一张给我 因为右手边的这一张 其实是我近期的 这几周的相片 但是左边这边你们有没有看到 上人在这边开始 也就是这次非常早期 而且这个椅子还是平平的时候 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早期 跟现在的 然后去呼应 我们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坚持走到现在 那月上云端这一边的三效应 如果您有看了月上云端 有好的想法的话 100次左右就可以了 都可以写给我们 并且请跟月上云端来做拍照 来做拍照 然后之后我们会做成这样的三效应 那加一点说的读栏诗节呢 他一共写了三天 所以我们用三周来说他的善效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细节评为 《月上云端》这本书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是研读 他非常佩服编辑们的文学造语 所以在读的当下 好像上了一课 国文课 里面有很多像 洋洋洋银耳一帆就点 搜罗以及单误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从中间 从中间他学习到 好团队 那个tong call 的一个重要性 那因为是嘉义的活动 所以他说 他每一次呢 邀约人家来的时候 又很担心 人来的太早 对人家不礼貌 后来他发现 我们的文编美编 是可以去学习 他们嘉义也可以来学习 至于如何做tong call 他感觉到 真的就如我们书中的 谢彦廷师姐 对高崇县上读书做的读解 充分的信任每一个人的能力 创造一个平台 用爱来陪伴 并且每一个环环 都是紧紧相连 心理的疑惑 在书中一一找到答案 突然觉得 有点如是重负的感觉 非常感恩嘉义诊所 用了整整三篇 然后来回应每一个点 他的书真的画的密密麻麻的重点 真的非常感恩 再次掌声感恩 淑兰师姐的回忆 那么以团体做事者永恒 以个人做事者无常 大家一起来各个是人 认识一下我们的团队 那我们的团队就是引领关怀 如果您进到这里 就会有人协助引领甚或是 帮我们来做一些处理的事情 这就是引领关怀团队 那今天先介绍 我们第一组 第一个页面的这六位 我们掌声感恩 美玲 芙蓉 秀朱 富足 春男以及淑音师姐 大家都是棒棒接力的 所以任何停止学习的人 都是老人 不管是二十岁或八十岁 任何持续学习的人 都可以保持年轻 生命里最美好的是 就是让我们的心智保持年轻 所以来读书会是对的 所以希望齐悦能透过读书 让更多人爱上读书 享受读书 法脉弘扬扬持继终明 好 欢迎散笑应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上个星期 所以无论您在哪里 让我们知道 上个星期有一百五十一则的留言 五十四则的分享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包括我们石金 它虽然是在瑞士 不過石金今天是在德国 所以它上线有一点点的困难点 那所以应该是没办法上线 但是它会透过回播 所以子玲就说 真信情团队成员真的棒棒棒 护辞红法力声 那加拿大的管心灵总在第一次 就是给我们的讯息 然后石金告诉我们北京的黄华 为了能带动家里收看直播 今天在家一起上线 七十八岁的爸爸不仅看直播 还一边做笔记 另外家里新来的保姆一边看一边做笔记 很感动 所以感恩 那在这边呢 我们云林的玉如就说 非常感恩活络筋骨身心的李婉真 团队 读书会由你们活泼带动 我们的心也跟着活络 人人脸上帐范笑容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提醒 好 教育之业的执行长 是美国的教育制线 那在这边呢 我们的贯分就说 感恩美国教育执行长的分享 给予慈悲教育的勇气 从丙壳教育从小做起 一起来加油 所以在这边 你看每一个人收到的时候 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包括我们日本的试验分 也是说 让菩萨种子生根萌芽 这是慈激人的佛心诗字 所以在这边 今天我们的导读是云林的文旋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淑然说 好棒棒的文旋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力量 感恩文旋的口条清晰 台风稳健 真心诚挚的导读分享 那在这个地方 云林的团队一上线的时候 我们的云南的大理杨颖说 可以跟八徐双亲 同行菩萨道是多么有福的 祝福喜庆师姐的一家人 那在这边高雄的碧娟师姐说 我们云林团队真的是很棒 那感恩这一群上人最疼惜的黄宝志工 他们都有一双最美的手 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 那呼浪长沙的藏品师姐上线分享 那在这边我们加拿大的管心灵就说 他的声音非常的甜美口条 清新的藏品师姐 以辰以清用心用爱来无师分享 那最后是我们大林辞院的产后护理之家的 冯瑞林的副理长 那我们的秀女写的满满满 说说护理人员也是用心 与营养师来互动感受 吃蔬食月子餐 每位产妇都得到身体的调养 更加的健康值得推荐 那我们的日本的试验分 也就讲说 哇一句简洁易懂的开示 启发了温暖又护身坐月子的新观念 蔬食月子餐太可口美味了 所以我们一并掌声感恩 我们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日本台湾 所以温暖在那里帮我们上线留言 按赞转分享 给我们的讲师直接的鼓励 也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 YouTube来留言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的美国的季孙师兄 还包括恒远师兄 我们祝福他一个不小心的跌倒 可是他听到他做的歌曲好朋友 在今天播放的时候 他就很想跟着大家一起来舞动 那淑景师姐现在也是在美国 她说习近师姐的呼唤 爸 上人等你回来做环保做志工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 所以非常感恩季孙 以及淑景在美国给我们的回应 包括在高雄的会后美玲 也都这样子留言 那在这边是我们的雪蓉的玉玫 他这边写到三则其中 她说 她讲到就是长品师姐的故事 家里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们 所以改变是有可能 只要我们愿意让这件事情发生 同时她非常了解上人的教导 所以她的婆婆因此现在也非常 在家里也就是乐于做环保 所以如果您上一次有上线 就知道她讲的故事 好 我们要特别给Ransi 热烈的掌声一下好不好 她现在在辞大读书 所以没办法第一时间上线 以前是我们只要上线完毕 我们的讲师团队一定收到她的画画 现在她上课又从马来西亚来 太多的适应 说真的我其实有跟她讲不用勉强了 因为课业一定很重她还要适应 她说老师我还是会想办法的 所以你看她从看回播画的那么仔细 所以要不要给阮丝林加上加油的掌声 她可以说老师我太忙我没办法了 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然后她画这个也不是随便找一个人能画的 也不是找一个人能画的 于是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Ransi还是坚持 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到马来西亚 新山之会遇到陈正安师兄 他今天跟我们讲的是勇敢面对一切无碍 我对新山呢我因为去马来西亚 然后呢如果要到新加坡 你可以用搭飞机的方式 但是有一次我们用的方式是开车过去 所以在新山就停了一站 这也是唯一一次我在海外 然后直接看他们连线高雄线上读书 我在新山看高雄线上读书的主场 所以印象深刻 那这位菩萨非常的可爱 我们来看看认识她的故事 那首先来看看她会到哪里去呢 诶上人常常站在新马的团队 商所多一份力量还要学会适时的补位 来认识这一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慈禧志工陈正安 她在这个梯次前往尼泊尔镇灾 过往她在家里是从来不曾下厨做饭的 可是这次来到了帐篷区 发现每一天要供应六百多人吃饭 所以她自动补位成了香鸡志工 也在厨房里忙碌着 侯庙帐篷区 蓝帐篷下总是特别有人气 这里总是挑着饭菜香 慈禧香鸡饭在尼泊尔有了混搭新吃法 香鸡饭不加调味料 而是搭配绿咖喱 豆子汤 慈禧震灾团香鸡组志工四人组 准时早上八点半陪伴乡亲们煮大锅饭 来自马来西亚的陈正安 上回缅甸发放 这回是第二次参与国际震灾 香鸡并非强项却乐意补位 其实我是蛮感动说 每一个人都同一个心念 再做一件事 我们在整个发放这时的当中 甚至有些人真的连晚都没有 真的看到我们真的是很幸福 真的上人就是要我们去见苦之福 那无论他到了尼泊尔 或者到了缅甸 都是非常多的学习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 他在马来西亚 又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燎亮有力 此一志工陈正安 在灾区熟练的指挥推土机清理垃圾 我只是看安全 我没有协调什么 我只要看他们安全就好了 就协调把这些垃圾 全部要怎样摆放好 矫健的伸手灵活的反应 所以您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的角色的扮演 其实非常多元 我觉得今天可能不能来 那我跟自己讲 跟你的身体讲 要做你就要好好 那早上睡醒来 没有问题我又再来 虽然罹患鼻炎癌第三期 他并不把自己当作是病人 滑着就赚到 假如每天睡觉很且善 滑着睡觉就等于死 一天不用死一天 用了一天赚一天 人生有几何 有几何可以给你来 去参与 所以待会我们即将遇见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豁达的大菩萨 那你看有灾的时候到 但是呢 平常的仿寺 他又可以跟着人家去做什么 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 在这个专业里面呢 他可以前往人家在打扫的时候 可是他可不是打扫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技之长 所以他在做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就叫做刷 刷油漆 四季志工伸出元首 也是希望孩子 能有地方温习功课 从事装修工作的陈正安 这一天负责粉刷 我们做平常是做工权 这个叫做功德 每一个人说到底 的确 所以他有他的专业存在 但是还是愿意 透过他专业一起 然后遇佛的时候 他来参加遇佛式 可是重要的是 当他们呢 要做一个很大型 超过万人的遇佛的时候 这时候完成地标这个部分 他也一定要去加入 那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经验值 然后不容易的地方 可是呢 他们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经验值 不愿 然后做好 差距 有点挑战 什么挑战啊 差一百 差一百 这样怎么办 慢慢做 没有不耐烦 只有想要做得更好的心 负责团队彼此加油 尤其柔佛州 早上好 五十一岁 在十二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九 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小乡村 有时候就是在寺庙里长大 然后我们如果要派人去别的村打架或者吵架之类 我都一定榜上有名的了 那因为也有走过外路 很爱赌博 赌博很凶 然后也很上瘾 什么都可以赌了 这就是我们乡下的文化 连早期自己的公司也给赌输掉了 那因为讲话也是很大声 没有耐性 然后骂粗话 或者在骂人之类 都是排第一名的 打架也好什么 这就是我们乡村的生活 那我家的师姐和孩子都很怕我 因为太过凶了 也不敢亲近我 也觉得自己没有犯过什么样的一个错了 那因为在我在新加坡之前 我也是一个蛮很虔诚 有拜佛的一个人 但是在家里拜完之后 走出了家门 有感觉到说佛是佛 我就是我就是都听不够教之类的 然后因为有时常回去自己的乡下 了解时常看到我就是所谓的一种 不无正业 他就叫我去参加词记之类的 叫我去了解 那因为去了解之后走入了词记 那感觉到说 选择了对的方向人生新的一个道路 然后回想早期自己本身就是走 好像走那种邪门歪道的 就是不无正业了 然后接触了词记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在走菩萨道路 然后因为在参与词记的时候 是有听到上人说 不怕没进步 只怕没起步 要做马上做要改马上改 当下我就决定了 那因为我觉得说男人就是这样大上浮 然后要讲到就说改就改了 人生就感觉到说这一条路是让我可以去 做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转弯 然后觉得说在实际这一条路 觉得说从来没有后悔的 踏进这个实际的这个丹门 然后在这个我参加 刚开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在2010年就被邀请参与这个 《清静大爱无量域》这个入京帐 然后练手语 把那个赌博最厉害的两只手 把它拿来做好事 学手语 然后打下好第一的这一双脚 然后把它来走好路 做环保 爱护地球 然后把那个骂出第一名的嘴巴 来说好话 读尽思议 那我觉得说一个人的改变 我整个家庭都改变了 然后才发现到自己在已经慢慢的找回 那一个幸福了 然后因为最近这个2020年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候 那我选择留在新加坡工作 那时候是没有得来回新马两地 那只有在那边 那因为本身是一个很耗动的 就是生活一天大概做两三份的工 想做实际都没有机会了 就是呆在新加坡 那因为这样的可能也是 也许是月报的现前 2022年初身体就感觉到出现状况了 然后时常有吐血的状况 然后去做这个检验确片的时候 得出的一个报告就是第三期的这个鼻影癌 然后有跟家人商量后 然后决定放下工作回来马来西亚新山做治疗 然后刚回来的时候 很多师兄师姐看到我都吓一跳 因为瘦了很多 然后姐姐也是他们有看到我的时候 就觉得很不忍 就每个都哭到 就是很好像要死的那种感觉 但因为还好我自己的心态也没有崩塌了 我明白这个是可能过去所造的一切的一个业力 那因为我们也是听上人的话 身体把它交给医生生病了 心我就把它交给了佛菩萨一切随随 那因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 我做了大概是35次的电疗 跟三个疗程都化疗 当然在过程中也是很痛苦了 然后去经历过他才会明白这个人生真的是不简单 然后因为做完了这个治疗之后 我们的师兄就问我 要我把握这个姻缘来参加这个晋师庙 法随庙人华的金藏演义 那我也做好了 那我去尝试了 然后再跟这个五亮玉京的再次的相遇 曾经的我身体强壮 觉得是上人的大白牛车来的 很敢做很敢冲也不怕累 当然现在生病了 我还是很愿意的协作大传师 比如传师生有病 又如尖州又渡人 然后还是用这个身体来去付出 然后更感恩的是我的孩子 跟我家师姐 他们是我的大副法 因为他们撑起了我这个家 让我很安心的去治疗 我很感恩我的病 因为这个病之后 然后跟兄弟姐妹更彼此更亲近 因为大家庭很不简单 那几十年来都不曾拥抱过的兄弟姐妹 彼此的拥抱 勇敢的表达 姐姐因为我开始看静思雨 人间菩提 他想知道这样一个结匠的一个弟弟 到底是师父教了我一些什么呢 然后在慈祭只有福田我都愿意做 对我来说 心心念念能做慈祭 就是很有福气 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 是对我个人 所以我就感觉到说 在上人的这个信誓里面 很贴切的是 生命没有所有钱 只有使用钱 这个就是我们生病的人 最很贴切的一句话 然后 我的身体就是我修行的一个载体 有得用 我一定用 过去的我 现在的我 不管好坏都是我 做错的我忏悔 还没来得及做的我发言 好 那今天我的整个的分享 就到这边 感恩大家 好 他有一个影片从我这里来播放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影片里面 他也是当那个大船师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几天前刚结束的 新山镜丝法随妙莲华金藏演绎 有一幕大船师 带领众人乘风破浪到涅槃的彼岸 志工们洪亮的呐喊声 以及划船的力道 给众人留下印象深刻 其中负责船头的仁义会后请志工陈正安 十二年前 因参加清静大爱无量意金藏演绎而反黑归白 从此改变了人生方向 好 因为这个时间音乐的关系 我们直接从四分钟的地方来看起 也来听听看正安师兄他怎么说 来 经历了一场大病后 正安再次与法华金的精髓 无量意金相逢 这一段让我很深深的感触 然后现在因为在仁义会了 深入了去了解大一王 何谓大一王 大一王不是在医病 他还能医心在他心灵里面的那种痛苦 他们也可以施以法药 身体给予药物之后再施以法药 我们没有溺进来的时候 觉得说人生平安健康就是理所当然的 像我这样经历这个病苦之后 我才发现到痛我还承担得了 但折磨那种心灵上 我真的是要关关难过 关关过真的是去经历过的时候 才知道最难度过的是 像上人讲的秒秒关 我们是真的一秒都难度过 然后假如说你没有 你真的没有我们所讲的 多听闻佛法 多看上人的话 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是毅力创造期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加上这一段可以去呼应他刚才呢 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感恩 我们马来西亚的正安师兄 好那画面上是正安师兄喔 师兄您先不要离开喔 然后我们加拿大的管心里 马上就说面对阳光阴影就在背后 面对挑战勇者自然无惧 有爱就无障碍 走入此际 翻转人生增长惠命 感恩正安师兄的勇敢无师 坦诚地分享自己生命的一个故事 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也祝福正安师兄 他的身体健康 同时看起来气色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真的从他现在画面上 就温文儒雅的一个样子 真的没办法去想象他以前 曾经年轻有过的一个荒唐岁月 不过遇到上人以后 都有不一样的姻缘 那每一个人加入慈激的姻缘 真的是不一样 那他就是从入金帐这个部分 来决定自己要开始了 即便一开始水灿的时候 说要108天 他就随便给他答应了 他想说108天以后 我就可以恢复我以前的样子了 但是108天以后 他是选择了持续在慈激的菩萨道 所以我们再次给我们正安师兄 热烈的掌声感恩您 谢谢 好 那我们也结束这一段的一个分享 非常的感恩 那真的大爱共赞 就把苦难 我们回到简报上 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我们缓缓在前进 但是我们持续就可以展现大的能量 大家从八周年开始 经过两年多 我们现在累积到一百三十周 我们是五万五千四百二十六点 五八朵的新年 所以每一份爱的力量 都可以把它加总累积 所以我们共赛造佛基利图卡的 这四位的师姐到目前为止 还是周周来做累积 所以当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实 我去看一位石家努力敲打他的石块 或许敲一百下 却连一点裂缝都看不到 然而在第一百零一下的时候 石头分成两半 我知道并不是最后一次 敲击致使他如此 而是所有之前的敲击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出力量 都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恒辞力 那大家看到我画面上 是不是禁私有余迷果 这是在上个礼拜三高雄禁私书宣 下午才到 也就是我们甄献情团队就有品尝到 每个人品尝到都觉得按赞 那待会我们主场即将会给大家品尝一下 那记得我们待会顺口 拿出来先不要吃 我说可以吃才可以吃 因为我们还要做拍照留影 所以不要一上来就马上吃 那团队呢 待会会陆续帮你们上到桌子上 这个是酱烧口味的 就是我们禁私有余迷果 而且你看这样子送你 如果觉得好吃的话 送你的时候你就送这样一盒 也很便宜耶 才280元有12盒入喔 你如果买一整箱 像我们就是读书会买下一整箱 就是24盒买下来 今天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做品尝 哪有禁私开心果 也是一样开心果 你如果有在厕所 吃完你们家的 可以用吃我们禁私的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将将好这样的送节有礼的一个礼物 那在这一个地方呢 要告诉大家 只有快散五天 从9月25 今天还没有喔 9月25到9月29 真是超低价的快散五天 我们本草饮系列 所有的这一些黄金草籽实体 它不是本草饮 这一些都可以康乳融缩液 富华融缩液 月乐冲调饮 还有我们的糖冲调饮 这些都非常特价 我们可以恰书萱 但是只有9月25到9月29 这五天的时间 那这边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定型富房 那本来高雄禁私书萱呢 今天完全没有一条货 都没有 全部在上个礼拜 全部卖光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让大家试用 那我本来觉得没有货就不要试用 然后用了以后又没得买 可是我后来觉得 我应该今天还要让大家试用一次 因为今天有很多医疗志工 还有禁私的一个志工 更应该去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好物 是我们最新品 那很多人 我现在画面让他跑着 那也可不可以安排两个人 从两边开始让他们试用 好 来 您就算用过的人 那画面上就让他跑着 然后我来说 你就用眼睛看 然后我来说这一个部分 就大家 第一个是他的味道 你先闻闻看 那有人就一闻到那个味道 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级香水的味道 那一瓶香水是非常贵的 那我们不能把它摆出来 那在这个当下你可以看到呢 这一位妈妈呢 就是帮她的女儿在梳头发的话 她一样是一边使用一边没有用的 所以第一个你先闻她的味道 第二个你放在手上的时候你去抹 你会发现你抹到头发 它服贴之后 你的手它并不会凉TT 就是我们很怕用那个发胶有没有凉TT 然后你再去感受你的头发 会不会是非常的僵硬 应该是不会是柔顺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对我们尤其是女众师姐 梳池气头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不小心就是会掉一两根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变成我们很棒的 那今天在高雄浸丝书学买不到 但是应该很快我们已经订了 所以请把这些好物告诉大家 可以中秋送礼要不要送一瓶这个给自己 没有人送你就自己买 然后你可以有能量你就多买几瓶送给旁边的人 用一个另类的方式让他更认识我们禁私的发胶 而且是最新的 那价位也很便宜喔 是280元是不贵的 相较于很多的品牌 它其实是不贵 然后整个好 我们主场已经 南仲师兄也给他们闻一下味道 南仲师兄可不可以抹 可以 你就抹一抹 然后觉得很好 你买回去给你们家师姐用好不好 所以不要空过去南仲师兄 为什么南仲师兄 阿沙里一买 搞不出来买10条 或百条 会不会 有可能啊 对不对 南仲为什么不可以送这个 你如果已经很久没有再送你老婆礼物的话 江主任你可以买一条送给我 我接受 如果已经很久没有再买礼物了 你就买这个送给他 因为女仲师姐大多数应该都有用到 所以很棒喔 小朋友也可以安心者 这是我们禁私奴会法教 好我们请导播 tag我们画面 你已经抹了以后 然后发现 味道很好 感觉很好的 请举请的双手 灰灰好不好 耶 灰灰的双手都是我们很棒的一个见证 麻烦把这件好事情告诉大家 但是今天不用来高雄近视苏萱买 就是好物在随时在 请大家好好的珍惜 那这四位的 我一样要再跳过 老实功读那里足迹 你好 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团队 无论是高雄的团队 或者我们跨区跨国的一个团队的导渡 已经有一定的能量 所以他们都非常的精准重点 那高雄的灵灵灵师姐呢 是我们现在高雄实业家团队的核心团队 那同时间大家 他们家的戏叫做天下第一招 所以请在入围金钟里面的剧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传到群主了 帮我们就是你选择最欢迎的节目这个奖项 麻烦你们按一下 我们支持一下大爱台的天下第一招 这就是天下第一招来的好媳妇啦 所以掌声欢迎明玲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傅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 明玲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度化众生 在这次导读的范围里面呢 有提到农历9月19 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上人为四位新发意的出家众圆顶 并为六位清修士受证 这让明玲回想到 在还没有进入慈祭之前 曾经去参加了一场圆顶的观礼法会 看到几位年幼的小菩萨出现在 剃度的仪式中 其实心里很不能就流下眼泪 想着怎么这么小就要出家 是他们家出了什么状况呢 到学佛之后呢 才了解出家乃大丈夫之事 尚可以报答三保恩 国土恩众生恩 还有我们的父母恩 下可以救济地狱畜生恶骨之苦 是要有殊胜的因缘才可以出家修行 所以出家修行是不同于一般的众生 因为所谓的众生呢 只要是有生命的 能生活的就是众生 如果我们只是成为一位 能吃饭穿衣服的众生 真的太可惜了 来人间就白跑一趟 上人呢就是教导我们 要了解生命的真谛 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千处祈求千处印 闻生救苦的精神 要发挥父母给我们的身体 好好的回馈社会 来进化人间 发挥生命的价值 在慈祭的歌曲 这首《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做辞者呢就是我们的正言上人 他辞世我们 希望我们人人都可以 立地藏王菩萨的愿 发观世音菩萨的心 发挥我们的良人 为众生呢解救众生之苦 给予欢乐 目前慈祭人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实际自业现在已经遍及全球了 怎样让我们的自业能永续呢 这正是上人目前最关切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来公定上人的这段开示 我们来公定上人的这段开示 主婦已经很担心了 这个要担心的 不是这四人 担心 因为呢 年纪很大 无法再担担担担担担担 去啊 骨灯来 哇 那个阴连有没有足够 去啦 几年后再回来啦 回来啦 我会不会开口收持镜 我的家 未来我的家 到底那一个家呢 对我有没有障碍 你们是很有福哦 你们都是在没有障碍的家庭 让你们成就菩萨道 所以呢 还是要很感恩 但是呢 我们现在 你们现在 一定要把师父这些话 现在师父在说的话 都很沉 还是很切 很切 你们好好听下去 这种 我们 为未来 我们要如何去普通 感恩 感恩上人提点我们方向 而且带领着我们 铺一条真实之路 就在2006年 上人首次提出要建立 禁师法脉 慈祭中门 在过去的40年间呢 我们为慈祭的四大之业 打稳了基础 现在呢 我们就要努力来传承 禁师法脉 让法脉的一道一道的街 然后中门一道一道的开 让我们的慈祭之业呢 弘扬于千秋百世 人人宏道 非道宏人 上人此事 人人之间呢 要立体流离 要有同心缘 人人就是菩提灵力同根身 将佛法生活化 菩萨人间化 成为一位 普惠双修正信正念的一个佛门弟子 那 静世今色在我们慈祭世界是我们的源头活水 上人呢 早期 平手之足 带领的弟子 开创了慈祭世界 那弟子呢 也奉守的清规自立更生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 师徒之间的影片 我记得说 在那个小木屋开始啊 我就是这么惹祭啊 一直靠说 有人有来对师父收行啊 开始呢 他们就要克勤 因为呢 我们自立更生 所以呢 大家都要克勤 绝对呢 要惹给了祖祭啊 因为刚刚到那边 我上年就是说要 私立更生 要靠自己的劳力做 这样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们就开始做手工啊 赚一些工资 有时候还没有领到工资的时候 真的穷都一毛钱都没有 还常常像地藏王菩萨那边借油借迷 感恩 感恩上人及经社师父 在前面以身作则的带领着我们修行 其实在我们的近师经社修行者呢 除了我们出家众 还有方便路人群的清修士 那清修士是正眼上人 为要愿意清静修行的居士 所设立的制度 清修士没有家业的牵绊 以出家人清静的身心 在慈激之夜发挥良能 分担如来佳业 就在2019年的 观世音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上人为首届的三十二位清修士 受证祝福 我们来看这一段非常珍贵的影片 千处祈求千处献 天下苦难人偏多 所以看见天下苦难人 我们已经花心力愿 献生命 我们总是要为众生 这就是清修士的精神 归入以印证法言 敬师法脉 开启了 宗门传承了 为佛教 为众生的历程 要开启 起步了 随喜赞叹这三十二位清修士 上人对第一代的清修士的一个期许 就是于禁师要守志 在周门要立行 一心一志 敬行寿 献生命 用开阔的心胸去 关怀天下昌生 在慈祭世界呢 还有一群以佛心为己心 以私自为己志的一个 持成志工 他们努力的在传承禁师法脉 禁师法脉 禁师法脉 情形到 从开始 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啦 所以呢 要传承滑水 红四月 你我师徒呢 就是要传承滑水 这就是慈祭的滑脉 滑脉 要大家呢 滑水 红四月 这一片啊 慈祭中门是人间路 本来就是 在人间铺一条路 寸寸爱啊 用爱铺路走过来喔 混混情啊 要用情啊 不断的解有情 拉长起来扩大爱 把慈祭的精神 救人 爱人啊 用爱铺路 用捷悟的情啊 去接引人啊 这呢 都是化水啦 这就是慈祭中门啊 感恩自己能进入到慈祭 那我们的典范在前 让我们可以去学习 我们要用心的学习 而且要向下砸根传承 愿慈祭的姻缘不喜 我们共同来普渡众生 上慈航 感恩明琳的分享到这里 感恩 好 非常的感恩 明琳麻烦你拿这个喔 对 然后咯 我们利用顺口溜的时间呢 我们的主场的这个地方 也请团队协助 后半场就都要站起来 然后我们待会呢 要请你们拿的就是 禁思米果这个新品 以及呢 我们今天要给你们吃的 禁思小夜红茶丼 我有没有讲错 好像错了 禁思小夜红茶丼 好 总之 就是待会我们即将拍照 活动团队 你们就在前面了 好 嘿 那在这边的时候 非常感恩明琳的一个导读 那同时间我们很希望喔 就是他们家的那一档系 叫做什么 天下第一招 帮我们按赞一下 同时呢 给我们投票 好 所以让更多人 并且帮我们转传 已经在所有 我们读书会的一个群组里面了 好 你们要稍微过去 没有在中间了 那北京黄华呢 他就说 诶 这个法胶北京江西有吗 我想请过一批耶 正需要喔 天真的无限感恩 他说他们家的云儿的头发呢 正好可以能用上 北京江西慢慢等 我不知道 嘉义的惠芬师姐说 线上读书会持续共散造福 福无量 非常的赞叹 所以非常的感恩 那在这里呢 我们同时间看到的就是 我们加拿大的管心灵队 还没有拍照喔 等一下 那您先回去好了 让他拍 你们先准备 加拿大的管心 特别呢 跟我们的 明宁说 每个人都是众生之一 所以度化众生就是度化自己 法入心行如法 自度才能度人 自觉方能觉他 禁止以报声 无悔持继行感恩 沉稳柔和的明宁师姐 精准精闭 法喜 充满法喜的一个导独 所以非常的感恩 好 那现在我们这边呢 你们什么时候拍照完毕 就是看周姓鸿 他离开 然后他离开以后 你们就开始可以 你们的米果没有人拿起来耶 可以有一个人拿起来 然后那一个果冻 请拿在手上 我们再做拍照了 嘿 你的果冻 嘿 这是老师帮我们准备的 然后 对 有一点后面可以站起来 让我们能够拍到 后面的团队的空位要补喔 有一些的地方 好了喔 好 那 现在请大家呢 放下来整盒的还给我们 然后你开始想用那个米果 但是果冻不可以吃喔 那个是最后 老师讲完才可以吃的 好 你们那个米果可以开始吃了 你觉得即便有些人是吃荤食的 我们这个蔬食的米果 真的非常好吃 那今天那个长照班的给他们一人是一包喔 好 那其他的我们就是有两包 让大家共享用 好 我们非常感恩昆山的赛居 他说让我们跟随上人方向弘法立生 这是我们的终墓会师姐 高雄的美林说感恩明林师姐分享 我最喜欢师徒之间温固之心的 有你真好 台南的经营会也非常感恩师姐的一个分享 那同时我们 我们现场吃的很欢喜吗 可以用吃的不要用讲的吗 让我能够进行感恩 然后秀礼 清水的秀礼就说 师父从克己 克勤智力更生 用身形来建立法脉中门 那郑安师兄这边 我们的汇分师姐 就是郑安师兄曾经好几砖样样精通 走入慈祭 转世层次走出自在的人生 参加2010年的清静大爱无量益 入金帐 赌博的手变成演艺的妙手 怕坏路的两肌咖 变成走好路做环保 讲粗话的嘴变成唱诵经文 说好话 禁思语改变自己 哇我们非常感恩 那同时间我们也非常感恩马来西亚霹雳的莉莉 你说你好久没有上线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久没上线 没有留言 那黄华北间的黄华说 每周三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时间了 必须放下一切全心来参加 听高雄线上读书会 翻喜满满 谢谢玉梅用英文来跟我们回归 木会呢也说每次能顺利上线到高雄线上读书会 听我们高雄线上读书 还包括听我的声音 听到我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山东青岛的中海宴 谢谢 还有我们嘉义的淑兰 那同时我们掌声来谢谢 我这边眼睛看的不是很清楚 云南昭通北京黄华四川的黄陵 山东微海的王会 昆山联络处以及中幕会明星明成 还有我们的福建福州的福增 云南大理非常感恩你们上线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们都在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 北京的黄华说 今天还是有带 实用是最有用的 今天他自己还是带着他的爸爸跟阿姨 有到来参加读书会 虽然他说 北京今天晴空旺里特别阳光 也感恩我们嘉义的余会 总之无论你在哪里 跟我们按赞转分享 同次留言给鼓励 尤其是给我们的团队 直接花莲的文旦就说 感恩美丽师姐的导都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 但你要开始才会变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 那线上重点顺口溜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顺口溜团队 加拿大的顺口溜团队 那上个星期有哪些人上线分享 我们透过这个部分 穷薰美国善教育翻转苦难爱延续 云林环保欢喜与幸福起点健康于 长品长沙菩萨旅瑞灵护理推输去 这是加拿大的郭亮君校长 那我们内蒙的李恩利的顺口溜 教育志业在美国穷薰教育执行长 耕种花园执行田 品格教育共行上 环保如数爱串年 导独团队赖文玄慈善开启八法义 佛教起源尼泊尔 弘法立身方向民 无浪长沙有产品 法水洗涤去无名 夫妻同行菩萨道智慧处世得传家 云林西罗杨喜静 避诸力雪林丘利 环保深入巴士田 心住一静不善乱 瑞林产后 护理长 医护有爱 传真情 做好院内好所在 母婴固好 全家安 那接下来是我们美国盛中师兄 如果主场您的双手是方便的 我们就要合着节奏 他们不但写顺口溜 还要写的是英文重点摘要 一起来 守护心灵李琼勋 教育善念众心田 慈悲劝述父众生 高尚品格代代传 人生方向赖文玄 佛教众生未加封 弘法人群充足 立生坚定世事源 云林西罗环保战 人生回收更善用 欢喜领队李玉如 互动附健养喜劲 永度同修王碧珠 转念入法江丽雪 善解自在灵丘利 幸福起点在心中 长沙长平发善乐 静静不屑度同修 妈妈欢喜做回收 所人家同行菩萨道 做好未来冯瑞琳 中西何必顾产妇 庆生如树更护生 母子均安 真安心呀 真安心 一次爱的鼓励 给我们跨国的顺口溜团队 爱的鼓励伯伯 顺口溜团队你们好棒 非常的感恩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讲师团队 讲师初级精彩至极 台北慈愿芬芳心灵 今天这位 只能打从心里 献上最近里 在我们非常早的时间里面 透过大爱台去报导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感动 这样的一个医王 带着医疗团队 抢救这么多人 免于让他们就是 脚就没有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相信很多人是听到的 所以呢 今天要分享的是 《来者不拒》 那《来者不拒》的黄玄璃主任 我们来看看 他有超多的疑 那这样子的一个文编呢 其实是由我们的 美国的隋经师姐 美国的隋经师姐做的文编 而我们的美编 是台南的遗程 所以美编文编棒棒接力 完成很棒的 这个优质的文编 那我们来看 历史上的今天 就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 恒辞 从什么是开始 然后恒辞到现在 2014年12月11号 台北区基医院周边血管医疗团队 透过介入性气球扩张方式 为患者疏通大腿血管阻塞 免于截肢 为台北区医院医疗团队 抢救的第一千支病族 说我骑的时候 骑一旁我脚就很痛 就是 三不骑不住就要走下来 现在在那里就不容易 秉持着来者不拒 期望能创立属于亚洲人的 周边血管治疗模式 一线例子是这条道路上面 其中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那对于过往 曾经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学习的病人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而到今年12月上旬为止 台北区医院周边血管中心 已帮助1400多位患者 抢救1800多只脚 大家有没有听到 抢救1800多只脚 可是那是2022年的 那距离2023年 会不会已经破2000 之前待会我们谜底 再请我们的主任来分 来揭晓 那主任呢 虽然在病房 可是呢 也跟着大家呢 走到我们的议诊 而且是一个固定行程 所以好像在拜访老友一样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这样子的一个带动 让更多人得以受到 呵护跟守护 而且带着手提超音波 也设备 天下的地方很多 最主要就是年长者 还有一些可能行动不便的 一些病患 那这种情绪 如果他们真的又有一些 相关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他每次都说 这我们有急器 我需要跑大医院 那其实你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 手提式的超音波 你在这边你就可以做初步的筛检 就纠结超音波 所以您看看有没有非常的用心 即便一诊还是带着个部分 那他有多棒 我们从这一看 很多人都去观摩做学习 同时在观摩学习的时候 会遇到有些人是国外 那他们也开放视讯 选理医师正在进行周边血管治疗示范 将多年来使用各式手术器械的治疗经验 与参与的医师分享 现在有一些那种斑块的切除的东西 那也有新的涂药物的球囊和支架 在台湾或者是在大陆的医师 他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既有这个临床示范教学 那跟他们说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 手术的过程 参与成员 除了能够进入手术室近距离的学习外 这次的研讨会也安排网络视讯 让无法进入的医师们 也能够清楚地了解手术进行的方式 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我们黄主任这中间的一个能量 然后可以加会到海内外 很多用心也愿意一起来学习 然后让更多人免于把腿锯掉 所以在这个部分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完整 稍微看一下这个个案 这里的话 等于就在 这个月大概就刮掉了 重获新生的余先生 刚走过一趟鬼门关 两周前 因为双脚血管阻塞引起脚中风 不仅脚趾发黑坏死 还引发败血症 医师告知要截止保命 紧急状况下 决定转往台北慈禧医院周边血管中心 寻求一线生机 主治医师黄宣里 首先处理病患感染发烧 与营养不良等问题 接着寻找双脚血块的来源 在这边你就会看到 奇怪 这样怎么有东西在这里飘 双脚的血管中 不断出现这样飘流的血块 结果源头 竟然是腹部的主动脉流所引起 后来我们证实 就是说 它的腹部主动脉里面 真的有很多可能是潜藏的血块 甚至有些醉生物 那很像冰山已经被劣戒掉了 那不断或者是吐氏流 已经不断的一直在往下释放一些血块 原来余先生五年前 曾因腹部主动脉流破裂 而放过支架 这次的感染可能是主动脉流再次破裂 因此会同心脏外科进行手术 好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医王的一个能量 让一个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可是一北上的遇到大医王我们的主任之后 他就展放了新的一个人生 那我们最开心的是 2022年我们的黄玄尼主任 也在我们整个北一的这样词院 北一词院的受证的一个团队里面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就是主任呢 他现在也是上人的禁止弟子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所以画面一样让他跑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用我们的通关密语 然后来遇见我们这一位 我们心目中的大医王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是看到了我们的主任 对不对 好主任好 各位亲爱上人 各位全球的慈禁人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 那我是台北慈愿心肛力科的黄玄尼医师 那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 有机会民事也邀约 那赵院长也非常的支持 我们已经有这个机会 在高雄的慈禧读书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往的一些细度历程 我想其实这个议题在我开始加入慈禧的体系之后 其实一直都被相关的大海台做一个报导 那也很感谢所有曾经参与过这个过程的一个同仁们 那给予病患最大的一些支持 那我本身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 大概到台北慈愿服务是民国九十四年四月 但当时的台北慈愿大概还是一个正在还没有完全完工的一个医院 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还是土培屋 那像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新式导管事 其实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也是经过过往的一些长官们的带领 让我们今天台北十月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帮更多的病人做一个服务 那这是一张第一张的幻灯片 你可以看到说在左边那个树上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杂志 就是哥斯珍杂志 2005年他们的封面杂志 告诉你就是说全世界每个地方 每30秒钟就会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因为他这样子糖尿病的并发症 而失去了他的肢体 那你可以看到经过了这十几 快二十年的一个医药方面的一些进步 有没有进步呢?有 可是呢,有没有达到我们觉得就是说 好像这个疾病就不见了 这样子一个我们不太想看到的一个命运 或者是一个病人的噩梦 是不是就因此而消失或影响减少? 那不是哦 在2022年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 Dr. Gaby的大教授 他说现在经过这18年20年的努力 在美国能量是每三分钟就有一个糖尿病病患 失去他的部分的资金 即使我们现在医疗这么大的进步 可以大大降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 但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结枝 在近十年人增加了70%以上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境 这样的一个疾病 这样的一个条件 事实上是影响全世界所有各个国家的一个病患 而且糖尿病在最近的流行病学调查里面 它全世界它是一直在数目不断地在增加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治疗这群病人 那反正在20年前或是30年前的台湾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第一个大概就是寻求外科有没有办法去做绕道手术 那如果没有办法 外科说这个没办法接 没有办法接的话 那大概下一步就是去做节肢的命运 那节肢可以从一部分的指头节肢到很高位的西向 甚至西向节肢都可以 那如果这群病人你把它放着 只用药物控制 那一年的死亡率可以高达25% 也就是说四个里面一个可能就往生去 那甚至只有用药物也没有办法做一些处置的话 那它的高位节肢的比例是接近30% 那很多这群患者都是年龄很大的 我说七八十岁 甚至现在八九十岁 那这群八十岁以上的长者 你如果说送他去做外科的绕道手术 其实在手术或术后的病发症 其实是非常高的 大概有5-20% 那很多绕道皆成功是并没有活下来 就是因为素工的病发症 其实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不是很好处置 因为年龄大多重工病相对的多 那高位节肢病人很多行动不便 需要人家后面去做照顾 那这家很多病人 特别是中文部的患者 他们就说自尊其实蛮强的 要你解释 没有 要命一条 要解释 不可以 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放着 就因此而往生 所以你有没有可能 藉由一些治疗去翻转他们的人生 去改变他们的一些命运 那即使没有办法做到100分 你能不能够有达90分的疗效 这也是当时其中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信念 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一只肢体 你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当医师的 平常我们在看病人 其实在就是用眼睛看 用手去触摸 那其实当你看到这样的三宝 我以前的习惯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 我会习惯在我鼻子去闻一下 那有一次我的鼻子就跟我说 黄医师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用鼻子 我们看你妈妈的伤口 有没有味道 那如果说 如果有味道的时候 代表就是 伤口有一些比较厉害的细菌感染 因为它会发臭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相对 比较干净的伤口 只是一个缺血的话 它可能味道不是那么浓密 所以在上年曾经 新疆大台北吃的时候 我曾经这样子去跟他分享 我的习惯 但是观伸不尽 血寻不凉 你愿不愿意花这样的一个 除了用鼻子去闻一下 你用你的五官 用你的感官去体验一下说 这样的情形 发生在病人身上的时候 他是会做什么样的一个 可能真的很痛 可能真的不舒服 那这是我治疗过最年长的一个黄阿嬷 跟我一样姓黄 那很高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在这边接受我们给他切蛋糕 他很高兴可以出院 那他也是很如素的五十年 他非常的欢喜 他就说欢喜的好 他那天出院时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可是你会想象就像说 他当时来医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前进 当时来医院的时候 他曾经在台北的其他医院接受过治疗 那治疗之后 大概治疗完三个月之后 他就开始脚又开始发指变黑 变冷 或许不像我们前面的照片一样 看着那样的恐怖 可是很痛 痛到他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每天都没有睡觉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他就回去再给原来的医师再看一下 那原医师也稍微做了一下检查 他就说就没办法 这只能做到这样而已 他就说我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已 那放症吗 不管每天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品质 那也是经由直接的尸检 去找到台北医院的求诊 那其实 对他来讲 对我们做治疗来说 血管感受病不是最难做 只要是年龄太大 年龄太大的话 那他能不能够配合 这个其实是相当一个 考验医师 考验病人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 我做了一半 他说他要把他抬起来 他说 他说 他先做得好 那你到底是要结束 还是要继续执行 那有些老年人 他可能认知方面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那你要叫他配合 上麻醉 又有他一定程度的风险 所以 但是不上麻醉 他可能配合度不是那么好 你又没有办法做得很仔细 所以就是 在手术当中 遇到一些问题 想很久跟家居沟通了一些 那好 我们用最轻微的麻醉剂 让阿嬷睡着 那我那天可能真的有农天护法 他进去之后 我们用了很简单的麻醉剂 阿嬷就睡着了 他睡着之后 我就很好做 因为他其实 大概就有一点点轻微的痛 打了麻痒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去做 我们后续的进行 大概花了大概两个小时 他的病灶并不是最困难的 其实最麻烦是 遇到他年龄比较大 不能够上比较重的麻醉 那他的配合度 那如果他可以这样这样的配合 我们其实在机器上面 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其实当时 那个年龄大概差不多十年前 但到台北医院求诊 85%是来自于 全台湾的其他医院 或者是其他地区 可能他不敢治疗 或者是他曾经治疗过 没有办法再做更好的处理 这样转到台北 今儿转接 当然也有很多 从国外回来 包括像印尼、马来西亚 人家巴西的一些病患 也都是看了大海台的转播 或者是进入当地的湿解方面 即将真的万里调小 从过阳到台北医院来求诊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每个地方都可以帮忙病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是当 刚刚那个105岁的那个黄尘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大概接近4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那经过我们的一个 导管内的肌肉质量 导管内的肌肉质量 就很像我们在做心导管一样 其实你只要在 我们身体的血管上面 打一个大概0.2公分的洞 那你就可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去把血管打通 那40公分的血管 经过这样的治疗 它就在线了 那黄尘阿嬷就很高兴 那他就可以在做完当天呢 他听他的孙女说 他就留下来自己表现上厕所 可以这样的一个微创医疗 可以达到这么好的一个临床上的疗效 其实很多病人是解剖学上面的一些病医 你多一分的一些变化 你可以看到 例如说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在做之前 其实你可以看到血管 几乎没有什么血流 非常非常弱 慢慢的流到我们的脚趾这边去 很慢很慢 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 你多花一点时间 让他这样消失的血管再重现 可以看到如果做完的时候 这样血流很快的 就会停留到整个脚趾那边去 病人立刻就得到温暖 就很像你的脚 从冷水 从冰水 放到我们的温水那个地方去 你就会得到最常听到病人去 就会说 很像水坝打开一样 我脚立刻就温暖了 那个痛的情形就立刻就改善了 那这样的一个病患 我们也是花了四个月 从台南上来的一个病患 那洗身患者条件不是很好 那黑掉的指头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都保留 那我们必须要做到局部的截止 但是团队包括这样的整形外科 像谷科 经过这样的情形四个月 我们把它黑掉部分把它切掉 病人还是留下它比较完整的肢体 它可以藉由脱血 可以藉由腐具 它就还可以自己继续可以行走 所以你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病人维持一个行走能力 维持它的健康 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 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那做这个东西当然你需要一些耐心 需要一些爱心 好了 少人说发心容易 恒心最困难 那很多病人 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早期期间不是很好的时候 要花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甚至最多可以超到六七个小时 去把这样子很远的地方很细的血管把它打通 当然有些病人这个地方伤口已经溃烂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保护 因为烂掉伤口会细菌感染 你必须把它移除掉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 花了也是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很多病人都需要花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把它的肢体尽量保留 而不用达到说一下子就到高位解枝 这东西你需要爱心 需要耐心 更需要发痕心 你才有办法一直做 不过可能做到一半 算了 不要走 直接去切掉可能比较快 对于医生来讲切脚很容易 但是要救脚真的是蛮难的 那其实如果这是一条菩萨道的话 在这条路早期的时候器械不好 经验不足 病人条件你也不太知道 我们自己一个样慢慢走 走很多年 总是一直在找一些好的伙伴 能不能够多帮一些病人去做一些处置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治疗 在台湾20年前25年前 它就是一个沙漠 没有人去开发 你怎么样去处置 不知道 有没有人可以问 没有 那去问老师对不起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 怎么样让病人可以做得更好 你需要去灌溉 这样灌溉 你今天看到它丰收了 可能没有人会想说 我们当年在 过来的那段路上 你怎么样去 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 病人会跟你说 你是那样 你还是要能够忍受 万一你做不好的时候 病人对你的一些 一些意见 或者是可能的一些批评 那我们都把病人当作什么 我们来的老师 那每一个病人他的成果 都是我们 都是在验收我们的一些处置 是对还是不对 那有一次在跟上人的座談过程中 就跟上人说 做这一段了解 做一个病人赔3000块 那你如果做1200块 你可能就赔了360万 上人就说 你不要这样想 如果你3000块 可以患得病人的一个健康 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一个命运 可以不要让社会 那么多资源 360万算什么 你可能帮社会赚了3亿的价钱 这样的观念转变 你给病人一个机会 给一个肯定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改变台湾的医生的观念 从这样讲要剧掉 到这样讲还有 我们走了接近快10年的时间 上人说 生命的长度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但是我们有办法去扩保 我们自己生命的广度和深度 你必须要能够体会病人的苦 能够拔苦一个 这是我们做大一王的一个工作和职制 我们必须要用心去倾听病人的不舒服 因为体会病人的痛楚 那学习任何可能新的知识和医疗 用心去治疗我们的病人 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的用心 能够用在实际的医疗能源上面 这也是我们自己最骄傲的地方 北时从2005年开始进入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把这样的治疗 介绍给全台湾的一个观众 那问题是 我当时我经历也不是很够 我必须要去国外去取经 到意大利到德国去开会 那你去到欧洲那个地方 其实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但他跟他的基础人他是讲德文 他不会跟你讲英文 他不可能每个环节都跟你讲英文 那他有所用过的期限 你必须要在我的老师 你只好掉到垃圾桶去的时候 你去垃圾桶去把它找出来 你去把它记下来 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 这些观念 这些器材 带回台湾去证 去整治更多的患者 那经过了一些实战经验 我待过去德国之前 已经做了200多个了 那把这些实战经验 我们在台湾开了第一次 全台湾的周边血管示范教训 我们告诉台下的观众说 你怎么样用这些器材 怎么样用这些方法去治疗这群患者 那我当时在台湾 真的还是一个沙漠的地带 那所以这样的器材 我们就有办法处置这么高龄 100多岁的一个同城阿嬷 那也因为当然是空间有限 常做这样的治疗 你必须花蛮长的时间 那上人经过跟上人报告之后 在院长的帮忙情况下 在2012年上人 逆临台北时间 为周边血管做这样的一个 揭幕的仪式 然后我们也办了很多 刚刚看到的临床上示范教学 很多来自于台湾 或者是国外的医师 那我们也请到我的老师 从德国过来 大家一起就共同坐下来讨论 怎么样去治疗那些 比较复杂方面的病召 那也藉由院部的推荐 我们获得 新北市第一季的医疗公益奖 健保局的永续健康奖 那院长给我们这样一个称号 来整部局 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当然不可能尽量 百分之百来整部局 但是我们总是 包括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 一个处置 跟国外去做临床连线的 这也是台湾第一间医院 有办法在周边的这个领域上面 跟国外直接做卫星的市区连线 直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 示范教学的一个处置 那累积的这样的经验上面 就跟我说 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这是台湾的历史 虽然是病案 但是这就是台湾的历史 你留下来 你把你的经验留下来 证明才要不然 把他后面的意识 知道说哪些东西是累 不要去查 哪些东西是好的 要继续留着 那么2020年 我们花了十年 超过一千只甲的 臨床上经验人写成论文 发表在台湾的杂志上面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群病人他其实条件比不是很好 有些人你把脚救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活得很久 那赵远党在1985年 写过同样的论文 在当时台湾病人的患者 做完之后 我们的存活率大概是只有48% 我们经过了快20年的努力 有没有好一点 好啊 好一点点到56% 经过10年纸上升的始发 那问题出在哪里 你就必须要去探讨 就是说 到底这群病人 我除了救脚之外 能不能让他活得更久一点点 让他可以有生活品质 所以做中学 许中觉 我们藉由不断在治疗病人 除了从 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保持 我们能够让伤口愈合 减少疼痛 我们还能够减少它发生心血管事件 因为这个跟心脏病 跟脑中病是同样一个病 那你怎么样用一些方法 除了打通血管之外 你能够让他活得更好 能够更有品质 不管是在技术上面的可能性 到医疗器材的改善 到医疗器材的疗效 还有你的治疗策略 你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针 去调整你在治疗过程中的一些 那哪些病人是条件不好的 你必须心里要有数 因为你就是一个主事者 那哪些病人是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即使他年龄很大 你都应该要更积极一方面去做治疗 我们把这样子写成了 大概三十几篇的国际期刊的论文 这也是全台湾的各医疗体系里面 有关于周边血管介入 大概我们首发有论文最多 今天台湾如果要写论文 要引用的台湾的本土之药 几乎都是拿笔子之药 去做了一个论文的一个参考 因为也只有我们有办法提出 这样子科学方面的一个证据 这样子一分钟看成果 比较成的过往的十几十八年 他成果好不好 其实跟国际上面 一流的医学中心比较起来 不管是手术的成功率 术工的死亡率 我们后续的三十天 更是更长城的一些疗效 我们都优于甚至不亚于 国际医疗center的一些水分 这些年我们的努力 其实在成果上面是真的看得到 我们也是真的很用心去治疗 这群临床上并不是很好治疗的一个患者 实际把全人医疗 一直在我们的医疗行为中 不断地在验证在实施 我们除了要保持之后 我们要护免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病人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有很好的一些尊严 所以在任何的地方 除了打中血管之外 我们可能要去给他做合适的营养记录 有营养 有体力 有条件 免疫能力够强 病人才能够活得比较久 那这群病人常常很多病人 到后面就是因为感染而往生 那这样子就不是我们希望 就是说能够让扶持病人的一个心境 那我们要鼓励病人去多运动 运动才能够增加我们脚的血液循环 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抵抗能力 那在病人有生活过程中 他一直会很担心 他是不是会被切脚 会不会会被锯脚 其实很多病人会有忧郁症 那这时候我们师姐就很有 就非常有帮忙 这是我们的强项 实际的人为 如何去抚慰病人 如何去让他们可以脱离这种优越情绪 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可以 真的可以琢磨的一些地方 我想在这么多年 从无到有 从起步到现在 一直都抱着一个信念 就是说 我并不是把这东西当作是一个独门绝学 因为只有我自己会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 我们是希望说 在当年是一个 一个 没有人爱做的一个 一个罕见医疗 我们希望能够拓展 像现在 如果在台湾 集星系细痕 全台湾都可以做 你不需要 病人这会在台南 住在高雄 住在屏東 如果你有把医师训练好 他可以就近就治疗 不用这么大老远 从南北奔波过来 那所以我 其实我并没有任何常识 就包括我所知道 我都非常乐意 跟比较年轻的一些 一些学弟学妹们分享 希望他们学到的时候 我曾经出过的地方 他们不要再采 那好的地方 你能够学习到 那赵人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不要忘了那一年 不要忘了我们的病人 我们一直都是以病人 当作是我们的导师 病人成果 好 我们很非常欢喜 那这印证了 我们当时的导师是对的 那不要忘记每一个病人 那不要忘记 我们当时在做一个 这样的出发心 我们如果 今天我如果交汇了 我一个人在怎么厉害 我一年做个150只 200只脚很多了 可是我如果交汇20个人 他们一个人只要做 10只在全他10个医院 一年就可以就有2000多只脚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 一直都是一种不战中止 拼光得天的一个心态 在这么多年来 不断地去持续 那希望台湾这样子变成一个 一个从罕见医疗 变成一个常规的一个治疗 那确实在这18年来 也慢慢他已经变成一个 常规的治疗 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癌 我想最后用两个 我病人的一个分享 跟各位师兄师姐 以及现状的全球实际人 去做一个分享 请播 他右脚阻塞的血管 顺利打通 立刻解决了 下肢血液循环部 加的问题 非常地感激 黄大夫说 让我能够保住这只脚 打通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9年了 等于说我这只 右脚的话 都活了9年了 要不然还是 还是要跟他提点 曾经失去 更知道拥有的珍贵 失去左脚的失存人 虽然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行动自如 但在黄玄璃医师的治疗后 成功地保留了右脚 让他还能够靠着 自己的力量行动 这是他心中最感恩的事 之前我是不知道 说我会疼到别人 他就那时候就瘫掉了 瘫掉了整个人 软趴趴了 没有办法站起来 坐轮椅来 也没有办法站起来 后来就是昏迷 跟他之前已经好很多了 你的胸腿好要挺好的 他本来是很糟糕的伤口 我那时候看他之前的照片 是很糟糕的 有时候我们变来得比较晚 没有办法全部都保留 但是如果可以把他范围 做到最小的时候 他就比较有机会 回到正常的公园山 哎呀真的是奇迹哦 从我没有犯网上 三年多都不能走 结果去紫基院 感谢那个黄 洪潜宁医师跟黄寿辉医师 让我今天可以稍微走路了 接着两个病患之后的一个分享 我让一直这么多年来保持原来的一些出发型号 一直都是用感恩心 谢谢感恩上人 感恩所有支持我们的院部长官 更谢谢我们所有曾经治疗过的病人 然后他给赢 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师 那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达到台北慈基院 让他成为全世界第一流周边血管治疗中心 那也不负这个来着不惧这样的一个称号 好 那谢谢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所有的在线上的 实际的所有在现场的师兄师姐们 谢谢 好 这里掌声响起 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感恩 那同时也请主任您把简报收掉 然后呢 帅帅的在上面 主任今天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域的时候 他应该现场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灯光 可是呢 主任先把简报整个收掉 对 然后您依然人在上面 就帅帅的在上面 那主任呢 虽然是我们看他的时候 因为灯光的不足 脸是暗的 可是他的分享绝对是带给我们很大 很大的一个能量 主任没办法收掉简报吗 分享的简报直接收掉 对 好 那没关系 我们来调整 嘿 好了 可以 主任可以 谢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呢 真的是从头到尾 那样子的一个无私的心 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 好命的人要真正去付出 好命才会有一次 你有没有觉得主任是一个好命的人 有没有 我们给主任热烈的掌声再一次 谢谢 因为主任说真的 他就是很专严在这个地方 然后即便他学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学有专精 已经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达人了 但是他刚才非常无私的一个分享 同时更希望 无论是台湾甚至海外的各地 大家都能够把这样的技术 然后能够去学会 能加会更多的一个病人 刚才最后影片的那一位男众师兄 你看看人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讲到最后那个哽咽是真诚的 因为如果没有遇到旋理主任 以及洪硕德医师 刚才洪硕德医师就是我们的团队 洪洪点医师美丽师姐他们家的公子 也是在台北池院 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团队 所以您就可以知道 发自内心的那一份感动 直接就说出来 所以我们高雄的蔡碧娟 她说早已经听闻 黄主任精湛的医术 抢救无数的患者的病知 让他们的人生还有机会 用自己的脚走下去 感恩黄主任妙手回春 用心用爱 守护生命守护爱 您是病人的佛菩萨 也是持愿之光 所以刚才又得到医疗公益的一个贡献奖 真的是让我们都予有荣烟 加拿大的管心灵说 慈悸医院是守护健康的庞植 大医王是拯救生命的大菩萨 医术精湛 似病如亲 有情有义 温文如雅的黄玄礼主任医师 不仅以病为师 无事奉献 树立良医典范 更是言教深教 请郎相授 培养优秀人医 造福更多病患 感恩黄主任浅白易懂 条理清楚 全人医疗的专业分享 慈悦和病患 有您真棒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玄礼主任是非常忙碌的 他待会下线马上又到 又有其他的诊间 以及手术要处理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今天他能够上线 带给我们这样满满的能量了解 到我们来者不拒 这一个部分是慈怨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请问一下主任 现在我们的新闻的历史上的今天 那时候整理到2022年的时候是1800支 请问现在抢救了多少支了 有记忆了 大概1956 哇好清楚的数目是 1956支 你听到的是1956支 可是想到的是这背后 1956个家庭 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刚才那个影片 那个师兄这样子感动的一个眼泪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旋理主任在这热烈的掌声感恩主任 谢谢您 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 好那您赶快去忙您重要的事情 非常感恩您上线 周冰学的血管中心来者不拒来恒辞树心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在主场里面呢 就是9月份的第一周跟第三周 我们的医疗志工总是会出现 跟我们分享这中间的一个感动 请跟福田主题会员来到医疗志工的多做多的志工笔记 请分享感恩 是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第一位要分享是淑华 是 金色师傅 敬爱的丧人 金色师傅 全球的直气人 以及在下的师兄师姐们 早安 阿弥陀佛 我是凤山瑞心的老淑华 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慈敏 我今天分享一个半张床的人 也就是糖尿病 这糖尿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说吃也可以吃 说不吃也不可以吃 你可以吃少一点嘛 但是呢 什么都可以吃啊 但是你慢慢的死啊 因为你吃错东西啊 所以我 那天我们去做慈祭的医疗志工 好听是服务人群 其实是好的都是我们自己在得 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现身说法 躺在那边的病患 其实那都是我们的老师 有一天我进到病房区 看到一个阿嬷 阿嬷早 你吃早餐那没有 不理我 眼睛闭起来 结果她的外老给我摇摇头 心情不好 那我要去别床去聊天 大家聊一聊 其实阿嬷心情不好 耳朵有在听 第二天再去 阿嬷好 她还是不理我 等到第三天 我说阿嬷好 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也很不好 因为我是因为你 而心情不好 她说 你们师姐啊 都是有闲又有钱 体力又好 来到这边 你还心情不好 我说 你是怎么 你心情不好 她突然之间 她把她的棉被掀开 把我吓一跳 因为她只有一半 她两只腿全部都截肢了 然后手指头十只 截了六只 剩下哩哩哩哩哩哩 吹起身三只 当然心情不好咯 我说 阿嬷 我了解你 因为我跟你同样 我也是会疼很高的 我现在是26年 请问阿嬷你几年 因为你年纪大 可能是新陈代谢不好 造成的后期的糖尿病 可是我三十岁就得糖尿病了 她说真的 我说真的 心情不好 也是要吃饭 你看你除了外劳之外 你还有儿子媳妇都来了 还给你带东西给你吃呢 你现在83岁 我才50万岁而已 到时候 我没有人过 那不是说我儿子不好 没有人过 但是呢 他们不顾我们是正常的呢 因为我50几岁 现在小孩子还年轻 他有他的家庭 你83岁了 还有儿子媳妇 还给你请了外劳 你给你吃 你说你不要吃 你要等死 你实在不好呢 以后人到我的时候 你83岁 我才50万岁 我到时跟你一样的时候 搞不好比你还惨 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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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到身下一粒头 连一个门逞着我们面 所以说你要想开 而且你这样子 让我们师父说过一句话 要与他共存 既然都这样啊 没有办法翻转了 你就欢喜 我今生好好的做 来生会过得更好 你现在就这样 哀声叹气 想要死 这样你的罪过会更深 那你看 像你这样子是功德无恙 你说哪有功德啊 他说你 因为你给我看现身说法 我现在就不敢贪吃啊 我就不敢贪吃啊 我上次跟上人说 我要好好的修 修到下一次 什么都可以吃 上人说 你是为了吃而修啊 那就简单了嘛 他说后来上人给我祝福 叫我好好的做 来生好好的过 他会我有恩个二十六年 那时候五十几岁 如果恩的二十六年 我可能活很久 因为上人没有告诉我 说你快快去快快回 所以我再次非常的感恩 亲爱的上人 全球实际家人 以及现场的家人 大家好 我是美雪 我来分享我七月份到花蓮 在二六C病房一个个案 那我们这一批是第一次开放病房 那所以这病房要进去 其实心里也有一点会 会比较谨慎一点 那一开始两天 我们会进去病房互动 那因为听说也病房里 也有确诊的病例 所以我们就退到病房外面 那有些病人他们的病情 比较好转的时候 他们都会到外面来走一走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男中大德 他六十三岁 他就用脚滑着轮椅 然后他就往电梯的方向 要走过去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是在病房躺太久了 很不舒服要下床来走一走吗 他说对啊 我要到三楼去 那我们的三楼 就是我们的全家便利商店 那我就 就一直跟着他走到电梯口 我就问他说 那你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在地检署上班 然后等他已经绕了一圈回来 然后我又遇到他 我就问他说 那你之前的工作地检署 那你是检察官哦 他说不是 我是划警 那因为对于划警 我就是不熟 那我就问他说 那划警的那个职务是做什么 是专门在抓犯人的吗 他说不是 他说我的工作都是在晚上 那太阳出来以前 然后我就更好奇了 我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说他是一个执行 死刑放的那个枪决的执行者 然后我就听了 然后想说那个胆子应该要很大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这样执行 那是怎样一个执行法 他说在执行的时候 之前他们会给他一顿 很丰盛的一顿饭 然后会有一份烈酒 就是让他喝酒 就减少他的恐慌嘛 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受刑者 到那个时候吃不下了 甚至凉腿滑软恐惧 那大部分只会喝酒啦 他说大部分是这样 那我就问他 那这样的受刑者 他们的年龄层 他说各种年龄层都有 也不一定都是年轻的 也不一定都是老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说我也很好奇 我说那你们要枪决的时候 他会看到你们 他说不会 不会让他看到我们 就是让他趴在那个沙堆上 然后他那个法医会在他的心脏的部位 就是后背部嘛 画一个圆圈 然后他们就是一枪毙命 那我也就好奇 我说你们通常都是一枪就准了吗 他说也是会有失误的时候 我说那最多几枪 他说三枪 那如果打偏的话 打到肺部 这个受刑者他就会气胸 那气胸的直接反应就是坐起来 然后我听起来 他胆子还蛮大的 然后这个华锦他还分享说 他以前在放假时间 他很喜欢去骑单车 登台湾的百月 然后就是沿途就是这样的 不眠不休的 24小时的 不休息的 就骑车 然后登山 然后他这一次会到病房来 我们二流西就是心脏内科病房嘛 那他是在山上休克 被直升机再下来 然后他有急救两次 电击一次 所以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脸色是非常的不好 然后生命的现象有极为的脆弱 在他的左胸 那个手骨下方 他又指入一个行动的AED 这也是我这一次才 因为这个个案 我才增长了健吻 他有这种那个 就是他心跳 在不规律的时候 他就会电一下 那在 在这个当下 我就想到说 当他在享受大自然的那一刻 他是多么的开朗 可是下一刻 他被急救了 所以我在医院体现到了 人生就是这么的无常 然后也增长我很多的健吻 那生命因为利他而丰富 惠命因为自觉而成长 感恩大家 感恩 非常感恩 我们医疗志工 总是在参与医疗的 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去做志工的时候 听闻很多 其实两位师姐说的故事 唯有他们亲临在那边的时候 才有感恩 尤其呢 讲到我们其实 我们是透过一些戏剧跟影片 然后呢 去看到所谓的枪 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 最后这一条路 但是呢 倒是第一次 我不晓得您是第几次 但是我第一次听师姐这样 娓娓道来 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如果不是上人 不是因为接触慈悸的话 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值 那我们更要感恩的是 自己今天来到这里 或透过线上 听到两位师姐 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淑华师姐她很早就来 我并不认识她 是因为她也戴着口罩 然后她其实 其实是组着 就是这样的一把伞 所以走路也不是那么方便 可是她就很坚定 要去当医疗志工 那我还 她来的比我们 就跟我们的团队 工作伙伴是一起来的 那个时间点 我就说师姐 你太早来 你可以是去走走 所以可见她对于今天 这样的一个分享 即便来这么久的一个等待 跟聆听 但是她的分享只有五分钟 但是我相信 她一定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从头到尾 其实每一个环节 都能够遇见正能量散之士 那我非常感恩就是 惠心师姐 惠心师姐呢 就是我们医疗志工的一个 窗口核心 所以每一次在这个地方 一定是安排 那么同时间 我们非常感恩 这样的一个团队 即便她们分享 就只有两位 上一次两位 这一次两位 可是她们都是以团队 然后穿着迷你加沙 站在这里让我们遇见正能量的 所以让我们透过通关秘语 再一次感恩医疗志工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 感恩你们 请跟福田主题愿好 谢谢 好 那同时间呢 我们北京的黄华说 黄主任的妙手回春特别棒 日本的曾经会说 把罕见医疗变成常规的一个医疗 背后要强大的专业与爱心 来支持黄玄理主任的 周边血血管中心 来者不惧的分享 让我们再次看见 台北慈愿一介传奇 那高雄的语主说 看到患者雨带哽咽的感恩 由宗佩服大医王 真的是很了不起 以臣相待 事病如己 感恩医王菩萨的用心 感恩黄主任的真情分享 日本试验分说 感恩大医王黄玄理主任的 来者不惧 坚持以病为师 不惜代价 让许多病人免于截肢 所以您任何的一个分享 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两个小时了 所以有一群人一定会冲出来 好 那同时间呢 我们也希望待会您坐下的时候 您桌上的那一盘 如果大家呢 就是互相上来上去 然后都没有吃 现在要动不用吃 坐下去马上补充一样 全部要清空 我们要收盘子了 好 好不好 那记得觉得好吃一定要去怎么样 请购自用宋人两相宜 我们最新的近视迷果 来 活络筋骨 来了 来了 各位线上的家人 各位线场的朋友们 我们慢慢的站起来 一起来动一动哦 我挺你哦 是的 我挺你 老师 我挺你 说到 说到 挺到 挺到 我们一起来 看步 看步 看 三 拍 三 来 看步 看步 一起 来 欢乐 赵一群 开车动作 准备 立长 手掌立起来哦 抱胸 立长再一次 有风我动 有乎我扎 抱胸 他们在一起 后面加油哦 开车动作 准备 立长 抱胸 立长再一次 抱胸 抬手出前 加油 有力气 用力 向上 用力哦 往前 等一下我们有喊出声音的时候 希望你跟着我们一起哦 今天Apple上 所以要麻烦你们的声音哦 一起来 相互激励 说慈器 相约魂法 心努定 相信自己有潜力 勇法 出心 正经济 传来在一起 等一下我需要你们听我给我声音哦 开车 立长 抱胸 立长 有风我动 有月 有风我动 有乎我扎 有可过你吃 三二再一起 又便便便声 气气落落 突固是过定 拍车动作 不准失败 只准失智 万臂不都要 準備 立場 寶兄 立場再一次 寶兄 一起 出拳 喊出來 大家一起喊 上上 太努力了 往前 大家一起喊 轉圈 來 我們一起來了 我們一起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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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喊 轉圈 上面 火 關聯 可是我們挺你 啊 掌聲給自己 讓我們一起挺上的 對 也要挺自己 這只要越來越精進 一起來提出 不好意思 今天的聲音有一點氣累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再來動一動 熟悉的生病生 要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每一天 熟悉的人要跟着我 能唱的把它唱出来 今天Apple的声音有点沙哑 所以我们要帮忙唱 开三项 点尖 点尖几高 加油 准备停水槽 你丢我钱难不倒 花费为宝宫一脚 绝都想为人真好 准备插镜子 插镜子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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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镜子往下点尖 点尖点尖手指高 准备跑步 环保之宫跑在尖 社区关怀 在一旅 秒十点点 反边 插镜子 插镜子往上 插镜子往下 插镜子往上 插镜子往下点尖 老五当一桩 神经年 非常好 宝费看 毒与掌 撒镜子窜 转子往上 插镜子往下 过来 全几 Gold 全几 万 年 全几 全几 将 一 二 一 二 芝士 demamora 八十少年鼠來開 手指甲 君 nur 肉 imposed 你給我錢難不到 化費為保供應 Alexa 這二 插進去 三二點煎 邱是漢堸勝 gue 二次不祕駁 整個跑步 喊尖 再一回 喊尖 插鏡子 插鏡子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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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了點尖幾個 整個大力選手 整個大力選手 親安自在快樂活 自己自己酒酒酒 一起準備跳步 慈氣長照 大愛多 慈氣長照 感恩多 慈氣長照 健康多 慈氣長照 快樂多 好我們請慢慢坐下 活動組在這邊要祝福大家 健康活力旺 新的健康宣戒战 谢谢大家 非常感动的活动组 就在我们快觉得 体力可以在更好的时候 他们就会出现了 接下来的时间也麻烦团队 就让我们所有的 何金林老师的近视团队 跟亲友团全部都上去 现在 同时间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就是大家 那您桌上会有一个 今天就是做出来的 但是其实在结束以后 大家可以到牧战区那一边 然后去感受一下 就是何老师 他用他的近视 用我们的近视 去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料理 那同时间 这样的一个果冻 大家拿在手上 就可以知道 待会要怎么去做出 这个部分 那现在我先从我这边来 那我们加拿大的管心林师姐说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不做就不得了 医疗志工是辞愿最美丽的一个风景 你们的那个长桌需要搬出来吗 有没有 有一张长桌 请搬出来 好 最温暖的阳光 也是医疗团队最有力的后盾 感恩赎华师姐 美雪师姐的大爱分享 医疗志工真的是赞赞赞 好 那在这个当下里面呢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我们日本的试验分师姐 在这里面讲到 感恩北池院心脏主任医师 黄玄璃主任 大悲心来者不惧 大医王 不只是分别病相 消疗药性 随病受药 还不惜的 还不惜的 糟糕念到哪里 还不惜的代价 能不截之就不去 抢救了一千九百五十六只的脚 让病苦的患者得以 扭转人生 这是上人的法 启发了不可思议的一个大悲愿 所以在这个当下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能量 所以在这个当下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边的一个能量 所以感恩大家在第一个时间的一个回响 让我们感觉到这一份爱是可以在一起的 那回到我的简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昆桑的钟幕会说 心好创意 那彰化的余真师姐 她这一个其实是十二月十四号 然后二零二年十二月十四号 彰化的余真师姐 用智慧创新结合设计的一个宝塔 立体流离同心缘 成为能将佛法 成为说法平衡 影响到更多的人 法华经的一个宝塔 从旨意发想而成为 传法脉红中门的责任使命 在彰化师兄的身上 是可以合合互学展现的 那心好创意也可以 布施乐文法行精进 我富有鼓励大家找到 人人本具的自信的三宝 宝塔分成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慈禧列车的创意小师 入人群里面行菩萨道 世道之业报道脚印 让大家都印象非常的一个深刻 而他们自己也讲到说 昆山的环境教育的一个基地 透过不断的一个提升学校 企业参访的一个互动 透过教育科技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才来走入加入 那在这边的陈林军 北京的陈林军在1月4号的时候 讲到的是法脉溯源的一个意义 那法脉溯源的意义就是 法脉溯源的意义里面 他讲到的是他最近就开始看了高深传 所以对于编导导演这个部分 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可以把法师的一个成长过程做出来 让我们后辈的人就可以有迹可循 那在这里他想到的就是 其实慈激法髓的一个素缘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精神理念是上人就说 精神理念是无形的 但是摸不到看不见 但是永恒是存在的 所以要透过文字把史料给留下来 所以也因为这样 他觉得静元师姐在这部分的一个分享 帮我们留了那么多的一个故事 是格外格外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合合互写供养上人 而刚刚我也说到 我们静元师姐明年度 要跟我们去讲的主题了 他即将透过我们的精神演义 这个部分的法髓的探讨 这个过程的一个挑战 来跟我们做分享 非常感恩我们2024年的一个讲师群们 那在这边山东威海的王丹 就讲到尽丝无挂爱 清修旅大道 我们这边就看到了这一张相片 就是静恩的相片 所以他讲到十年事物是很久 但是人生又有几个十年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十年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 那在这个当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串联 感觉到静恩师姐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清修事这个部分 然后他自己也去回馈到说 他其实就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点 可是在听完静恩师姐的时候 然后在他最有一点人生迷茫的时候 他遇到了慈祭 所以非常的感恩 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他去了解一下未来的人生要如何规划 所以尽丝无挂爱 清修旅大道 那我们的云南昆明的钱真林师兄 他绽放心动力 他就那一天五月三十一的 无论是我们花莲池大附中的李灵慧校长 跟先生之间非常有趣的生活的故事 还有包括把孩子带到国外去 那样的一个能量的时候 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同时间那一天的教育现场的时候 不是那一天还有就是 回顾我们美国汉奎师兄慈祭的人生路 也是令人家非常的动容 所以也对于执行长这三个字 有新的一个认识 那棒棒接力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享 也让我们感觉到 这一个怎么样去说词记做词记 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方法 所以非常的感恩 那接下来我们的讲师初级精彩之级 阅读近诗品味近诗 我们也很希望把这样的一堂课 我们不但摆入了我们的针线琴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在时间上 我们也试试看来找上的时间 来摆入这样的一个大课堂 那何清凌老师呢 写是我们的针线琴串林爱 近诗料理团队的一个团队成员里面 他带动了这么多的一个家人来加入 那彩虹蔬食厨房 可见老师是很有能量的 你看看证照总表 有没有觉得哇 是真的很厉害 就每一个人吃到老师烹调出来东西 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那眼睛会一亮 然后嘴巴都是笑咪咪的 待会老师会今天现场给我们品尝的这一个 待会让他天下用近诗本草饮跟小月红茶的 您待会在吃的时候 就是中午的时候中餐来左餐 可是同时间你可以先打开来闻闻 他那个味道就是觉得非常好 所以老师教我们之后就是要让我们学会的 所以老师也在我们所有的 只要能够用得到他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自旋教育中心 彩虹蔬食厨房的指导老师 同时我们大学幼儿园的 首座的指导老师 你看就是愿意去推广 让更多人去了解蔬食 所以老师不是在得证照的时候 他其实还不是蔬食 可是来接近蔬食了以后 他全力的在这地方着力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所以今天就邀约到我们何金林高雄智权文教中心的 书史讲师 也就是何金林老师 老师从头到尾都没有走到现场 来老师还有博润的姐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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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OK 好 对对对 我们稍微站在这边 然后挡了你们一下下 金汁你那个要不要先拿出来 然后你们这个彩虹厨房 实在是做得太可爱了 我们今天看你们拿来就说 怎么做成这么可爱的 是 赎金做的 好 做得太可爱了 就是太mini了 好 各位 对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何老师 那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位是谁 您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他的弟弟有来过 博润 有没有 大爱 进健康 路走 路健康 走 回来 文童 对 我们曾献琴都每一次都摆进我们那个博润 那博润呢 他在明年度5月22号也会来 希望那一天姐姐一起来 那为什么他今天特别cue他来 各位 我们都不晓得 浸丝的我们的保养品可以如此好用 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化妆品 但是是保养品而已 可是博润的姐姐是很厉害的 她也是新娘秘书 对不对 所以她本来我就是长得漂亮又当新娘秘书 然后呢 老师就很可爱说 贺老师就说 今天博润姐姐会来帮她化妆 你看她有多么的重视这一场 登场化妆大概 我心里想可是没有彩妆的部分 她说不用 就是这样子她就非常的美了 果真很美 我就问说 博润的姐姐如果在的话 她愿意的话就请她一起来 所以今天给大家吃好 然后做好之外 还可以让大家美美的 就是我们禁师的这一系列的保养 然后她就很好玩的就说 老师 你今天要不要早一点来 我请博润的姐姐帮你化 我说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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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你就好了 所以各位 有没有化差很大 我是没有化的 她有化的 所以她比较美 好不好 所以我们真的就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去用我们的禁师料理这一个部分呢 然后把我们家里的餐可以用好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学了以后 千万不要常识 要学习我们黄玄女主任 不常识 要让更多人知道 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当下 今天每一个人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这样一盒 然后这一个呢 你们待会中午吃完洗干净 我们就给她回收回来 其实这个只要不去把它弄脏 其实都还可以使用 那这两个是比较美的 那这个美的就不是我们要吃的 我也不晓得老师要给谁 但是她的意思是说 她家的有几个是这样的模型 所以如果你家有这样的模型 你看做出来就是感觉上就是漂亮很多 可是味道是一样的 好 那因为我们没有附汤匙 因为中午大家吃就有自己的汤匙 我们不用再附汤匙 但是你待会老师在教的时候 你可以先闻香 你就知道那个味道真的很好 我们上一次就是因为真献情吃过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 这时候我就说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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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点 不过今天本来今天是王本荣执行长 执行长的签书会 但是王执行长因为他的书出太慢了 我真的来不及 我就说执行长 我真是不能再等下去 所以明年的1月10号他会来 所以这时候我就说 何老师 就是因为我吃过这个太赞了 我就说 何老师今天来推 各位 如果您今天觉得说 哎 何老师课这么好 我想跟随他 就像这边都是跟随者 这些都是 不是搜寻者 是跟随者 跟随者请举高高 挥挥手 对 社教人特别也发现何老师的一个优质 于是开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可以来跟何老师学习蔬食料理 学习做蔬食点睛 更多的是何老师会把这一个部分 这么简单的我们就在禁师可以买到的这些好物 怎么样去做出加长 然后又方便的好舒适 所以今天的阅读禁师品味禁师就要邀约 真的很有名哦 他真的很有名哦 没有名 比我稍微没有名一点点的 好 我们一起透过通关密语来欢迎这个团队 我要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那我们就留下何老师了 好 感恩老师 谢谢 来 老师 我帮你用简报 说很有名 说实在是不敢当 那因为上人希望我们缩小自己 但是很多师姐跟我说 你再缩小就人家看不到你了 所以我现在也是不要缩小 那透过每一老师的读书会 他也这样诚心的邀请 我也想说把我们近视的好产品推给大家 好 我现在正式开始了哦 好的 好 亲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全球慈绩家人 还有在现场的慈绩家人 大家好 我是三民十犬何金林 那因为为什么要来推这个 因为我们上人一直在跟着我们的那个研发团队 一直在推广这一些近视料理 那我也想说我做地址的人也尽一份心力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刚刚刚那个美女老师已经秀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透过很多这些证照 因为我喜欢厨艺 所以就考一些相关的证照 因为你当这些证照可以当基础 我才能知道说我怎么去调配这些食物 那怎么将这些食物好的不好的 把那些真的你学了之后你才会知道 坊间真的很多那种添加物 我都能够尽量去掉已经把它去掉了 所以我就说我用专业的心来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去吃的健康 那贴近你的心就是告诉你一些 怎么把这些食材我们给它放心的吃 像我们等一下下课之后都会外面有一锅 是本草饮的汤就是我们今天所要 我今天所要教的 那些证照其实不是很重要 也不是说要献给你们看 这只要让你们知道说 我真的透过这些证照 才了解一些食材的一些它的问题 还有我们现在说实在食安问题很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透过这些 才知道说哇食安问题这么多 那我们怎么去防防这一些 让我们吃的更健康 其实这个也是我要感谢我退休之后 我进来开店的 那这个是我的教学经历 有很多政府单位机关也邀请我去分享 那我也很乐意去分享我们这些书史 把这些好的东西介绍给他们 包括那个市政府公务人员发展中心都有 那自从进来持继之后 我也在自选中心开课教导 那我也是进来持继之后才开始儒素 这个我曾经跟美玲老师提过 那因为就是以前都是叫分食 所以我就不把分食的那个教学经历放进来了 那在我们长期就在大爱幼儿园 在希望说百年教育希望往下扎根 我们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 慢慢给他们给他一点好的观念 教他们如何去怎么选择食材 那今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 读书味浸丝料理 因为我爱浸丝 我也希望推广我们浸丝产品本草饮 其实大家一直对本草饮 一直说 常常说好像太凉了 那因为我是觉得说 其实本草饮你会应用就不会了 那因为随着疫情的解封 我们现在也希望说用这个本草饮来入菜 刚好现在也秋天了慢慢入冬了 我们都可以真的很好的应用 因为我们用这种要死童眼的观念 去把它融入这一些食材 真的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健康 也可以对我们的家人一份保障 好我们大家都说一直在讲地球在发烧 我昨天刚好上了一堂那个环境教育的课程 才知道现在不是发烧喔 现在是在滚烫滚热那个沸腾喔 因为你看听到沸腾我就觉得心里好害怕 因为我们都在煮东西都怕烫到喔 所以你看地球已经在沸腾 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真的都要来儒素 所以就是说灰素不可 素素可以保平安 你看每一个人喔 一餐的蔬食可以减碳780公克喔 那我们可以让这个780公克 可以让地球降温 我们自己也可以健康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观念喔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的来讲说 我们地球怎么来降温 我们让自己怎么来降温 就是用我们的本草饮 我今天刚好呈现一个小叶红茶本草丼 因为我们用小叶红茶再加上本草饮 把它结合起来 味道真的超好 那有的人会讲说 还有另外用本草饮来做湯底 等一下你们仔细听 因为我们做这个有一个美感 就是说希望说你们如果说有些人真的有些 我分享一个我们包括我们师姐的师兄 他们都说 那个只要你本草饮不要跟我讲 他们就觉得会有一点排斥 后来做了这个吃的本草饮之后 爱上它 常常问说家里还有没有 家里还有没有 所以我是希望说 真的你只要会把它料理之后 都可以变成很好吃的茶凍喔 那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材料 你看看我都把图片用上来 因为最主要是怕说你们买到买错材料 那这个本草饮我们这边刚好都有 书线都有 那小叶红茶也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说他那个有散砖的红茶叶 那因为散砖红茶叶 你自己要会去收多少功课 用多少水这样 那我觉得用这种最方便 也是让你们回去马上就可以做的 那一个二砂红糖跟那个 这个吉利丁大家要注意喔 有一个叫做吉利丁 吉利丁是动物胶 大家要记得 吉利丁是植物胶 所以因为这个牌子我不是替它广告 而是说这个牌子我用了一二十年 它的产品蛮稳定的 不会变 不会说有上下起伏的作用 所以我就一直沿用这个厂牌 好现在这个正式就要说怎么做法了 我们图片上都有看到 我们有浸湿本草饮 还有另外你要注意旁边那一支直行搅拌器喔 因为等一下那个是很好的作用 好那我们先将一千三的水煮滚之后 记得要熄火 因为我用焖的 用把本草饮跟红茶包放进去 给它焖五分钟到十分钟 用焖的有一个好处是 你看看今天的茶汤很清楚很清澈 不会粉浊 你如果用煮的这个本草饮是也可以 如果敢吃的都可以 但是它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透明感 那这个就是跟你们分析一下 那旁边那个就是我们的果冻粉跟二砂糖 那这两样要先干拌 为什么要说要先干拌 因为果冻粉只要遇到水 就会马上结颗粒 所以你说你速度再怎么快都一样喔 它只要你丢到水里 你可以试试看 它就很快结颗粒 所以我煮滚了之后 闷了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 那大家记得喔 我今天用的是我们小夜红茶包喔 你用坊间的红茶 我就不敢给你保证 因为坊间红茶也许很快就射喔 会射口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产品 那这样子 先把那个材料捞起来 把那个茶包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 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好这个天气还算很好 不会很凉快 因为怕你在那边放五分钟十分钟 也许有时候我曾经忘记 放了超过十分钟也没有关系 只不过说我们那个茶汤会降温 那降温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再开火再把它加热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吉利梯 它需要80度以上的温度 凌结力比较好 所以我就再开火 再开火的同时 你就可以把那两样食材 果冻粉跟二砂糖 干拌之后直接加到茶汤里面 那记得你看看我有一支直行搅拌器 就是用那一支快速给它搅拌 我下面有注明 因为你如果用我们一般的大汤匙 你再怎么这么给它拌 它是很容易解颗粒的 所以我为什么想说现在这种直行搅拌器很便宜 有大有小 你可以自己买一支被在家里 包括我们打蛋都可以用 那你煮好了 煮好了之后 我们只要那个果冻粉 干拌 那个已经大概你给它化了 十来下就应该OK了 那我们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用玻璃容器 我们就直接马上倒到让它去凝固 那因为我们今天都用的这个塑胶 塑胶容器 虽然它有耐热 但是我不建议 我都会放大概五分钟到 或者你用电风扇吹比较快 你最好再差不多七八十度就好 因为你如果说就这一支好贴心 因为我今天有带来 这个真的你这样讲 它很快就散掉了 你如果真的不用这个用那个大汤匙 真的有时候还会里面会有颗粒 那因为我们虽然说塑胶盒 比较耐热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都放了 大概降温到七八十度之后再去 你也不能太凉 太凉它就慢慢在凝固了 所以你放进去之后 等完全凉了 你再把盖子盖起来 这个都有盖子 盖子盖起来之后拿去冰箱冰 冰了冰冰凉凉真的超好吃 刚刚那个美音老师有特别 还一直很夸赞这一道 那我也不晓得 其实我自己想说 刚好他跟我讲之前 我就刚好在研发这个 因为我平常都会一直想把我们书宣的一些产品 尽量研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 那最主要有些人说 我没有喝茶的习惯怎么办 没关系 我旁边放了一包我们的黄金荞麦茶 那我们一样以两包代替两包 真的做起来也是超好吃 只不过它的黄金荞麦的味道比较浓 就被比较涵盖到那个 那我们这个果冻你等一下吃完之后 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它会有回甘的感觉 因为我们禁湿本荞麦本身喝下来 就会后面又有活韵 我们讲说后面的活韵 又有一点回甘的感觉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产品 那为什么我把它用汤匙去捞那个泡泡 因为我们在倒的时候会产生泡泡 那那个气泡有时候你不捞掉 冷凉了之后它还是会残留在那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产品之一 那今天这个本草汤底也是一样用我们的本草饮 一包我水加的多 那你如果说你自己敢吃那么浓度也没有关系 我这个大概抓一个比较就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那你1500 你要我说我要1800 2000可不可以 都可以 就是蛋饱的问题 那你看看我是用水滚了之后 好 你把它那个茶包换进来 就转最中间 我们瓦斯鲁不是中间有一个最小火吗 就转中间的小火 把它盖子盖起来 用这样焖煮的方式 你用小火煮有一个好处 你看那个茶汤我是有煮过的 这个没有说是用泡的 不是 这个是有煮过的 煮过之后 你不会存 我用小火煮它不会混濁 你如果用大火煮它就很容易混濁 好 那今天这个汤底就是这样 你随时把它做起来之后 你冰在冰箱 你随时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是做一个蔬菜汤 我们都 是不是大家都常常在外面吃火锅 那火锅它是不是问你说 你要什么汤底什么汤底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本草饮汤底真的是很好 又刚好可以 如果说 一些人说火气太大也可以降火 那因为我们加了那么多蔬菜 你说那我没有蛋白质 你看看下面有一小盘 那个就是我们的黑豆 那个黑豆皮 干燥的黑豆皮 黑豆皮赶快拿出来 忘记拿黑豆皮 对 那一包黑豆皮真的好好用 你可以炒菜 或者你给它加到汤里面 真的都很好用 所以我希望说 我说都是利用 你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在里面蛋白质比较少 没有关系 你光放那个黑豆皮真的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有黄豆皮 黑豆皮都可以用 那有些你们会觉得 这个汤我们有一个建议 希望你们都放 一点那个菇类 因为菇类下去 那个多糖体跑出来 整个汤会变得很香很甜 那我们今天好 最后的秘密武器出来了 就是我们的药山姜米这一瓶 对 药山姜米 只要加这个 因为你看看我们的汤都没有油脂 那我们利用药山姜米加一点下去 我们不要多 我们第一次教学生他给我弄半瓶去拌面 我说那这样会太咸 因为我们的药山姜有一点咸度 我们要取它的香气 跟它的油脂 那你自己 其实这样就够了 不需要太多油脂 那最后我们还加一个鲜甜老姜 这一包是我的最爱 鲜甜老姜 老师的最爱 我们给它买起来 这个就是有 如同你有在放贵素的人 可以改用这个 它整个你如果 你先加盐巴之后 你等一下再 先尝一下 尝碗之后 再来加这个下去之后 整个汤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说 借着这个 这个 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来推广 很多人买了这一包 不晓得怎么用 所以我希望说 借这个鸡胃 介绍给大家知道一下 老师 老师你是说 先加一点盐巴再放这个 是不是 我说加盐巴之后 一般我们有的人 现在没有再加味素 你会加盐巴之后 你尝尝看 我们吃到的那个汤汁 是咸咸而已 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再把鲜甜老姜粉 再加进来 你再去尝一下 所以以后你就知道 大概不用多 这个都是不用很多 只要你加一点 就可以改变味道了 真的很棒的一包 对 所以我们一直很心疼 我们那个金色食物 一直这样研发 这些好的料理给我们 我们当然要用啊 所以我是最爱近视的 对 热热掌声感恩 老师爱近视 好 那因为时间也不多 所以我不敢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我讲的那个 蕎麦茶凍 蕎麦茶凍你做起来真的很可口 可以像什么 这个做起来跟这个一样 只不过它这种 蕎麦 它的香气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外面也有蕎麦茶 但是曾经我们书圈没有货的时候 我买外面的 有颜色但是没有香气 所以这一包真的很棒的 我包括小孩子老人家 怕喝茶会睡不着觉的 像我们过年小朋友 我也都是泡这个给他们喝 小朋友超喜爱的 我们做成洞 一样用那种方式把它做成洞 还有我们的 等一下做成洞以后 就有点像爱律洞 对 你就加一点柠檬 或加一点糖水或蜂蜜都可以 好 不好意思 蕎麦 黄豆 还有黄豆 今天我也用黄豆粉 那个豆浆粉请拿来 把它做成洞 一样都是这样做成 做成起来 你就可以当豆花了 你看看 在家里给小朋友 请问一下你豆花怎么做 要讲一下 一样跟这个都一样 那个水跟比例不一样 但是希望你们到那个 等一下福田进士料理就有了 好 这个就是我要今天所要推广的 教他们那一锅要拿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推广的 就是 因为这一次社交有加了一门课 第四期加了一个进士福田 我也有跟他讲了 说那个福田不好 那个 品味进士 品味进士 那个名称更好 太好了 品味进士 那因为这个是不用钱的喔 这个公益课诊不用花一毛钱 老师去上您这个公益课是不用交钱 但是要交台 没有五百块的保证金 因为他怕你请假太多结了 只要超过两结以上 就不退保证金 那有加一点材料会 来来活动组来 他们很棒马上去买 对对过来过来站旁边 对对过来活动组过来 那因为就是这个 因为有加上这个课程 那因为我也 他们这次 老师说我们都马上去做 这是因为那个 我们自选有去邀约那个 台中的那个进钢 然后要来分享我们的清洁用品 那清洁用品 那我是负责交那个 书仙的那些骨粉之类 那里面我最近再加了一堂 因为刚好伯任的姐姐 她那天来试交 来伯任姐姐也出来一下 那因为她试交那个 要开一个单元课 那个彩妆的 就是很简单喔 老师你让我 你让我一下 可以请团队 我有自带麦克风 团队可以把老师那一个 近视本草影的汤底 一定要端住 要上锅要拿出来了 好 拿出来大家都跑掉了 太香了 我跟妳讲 我就是 什么跑掉了 是因为来这里才留作主任 老师你也拜托耶 我就是因为出去太香了 我就说 不可以在外面而已 她本来是要你们出去品尝 不要那么多人出去喔 那边端进来就好了 团队进来 大家请导播 take我们活动组 你们不要站这样 你们站斜的 你看他们有没有乖 因为他们就是出去外面 闻到那个香味 老师用近视本草影去做汤底 之后就加这些 然后整个味道就很香 所以我故意请他们要端讲 并且锅盖一定要打开 然后待会大家就是结束以后 那线上的其实这些很简单 而且老师已经做了简报了 所以你看包挂这个就可以做出豆花 然后这个呢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做出爱玉 然后这个豆皮有黄豆皮跟黑豆皮 这个我们家的豆皮 你即便不入菜就这样子吃 也非常好吃 我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师傅那么辛苦 种这些姜啊什么什么 我们要拿电风扇来吹吗 然后最后老师五分钟一定要把握 给那个博润姐姐 好等一下我再两张就结束了 是 那因为就是希望大家都去赶快报名 我们爱金师就要赶快行动 因为自选文教中心 它这个有名额限制 没办法说太多人 因为我们的教室有限 所以希望说这个是免费课程 我希望我们可以学一些 可以到社区 比如说社区有办什么活动 都可以自己去运用 好 那最后 因为我为什么很喜欢这句禁师语呢 这就是这句禁师语就是 就是退烦恼休门 我希望我把过去在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 都是红尘滚滚 每天就是那种 勾心斗脚 真的有时候也很难过 所以近来此季我没烦恼 也休门了 所以善用退休后的生活 我提升我自己的生命价值 是是是 因为上人一直希望 我们盘点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用这一个方式 来呈现来孝敬我们的上人 因为说实在 我的年纪也很大了 大家可以猜 如果猜得到 等一下我请你们喝一碗汤 老师不要猜得太实在 一定是看不出来的 你不要猜得刚刚好 今天因为有修饰过 所以今天就是经过他的巧手修饰 其实因为我那天就是看他这样很简单 只要设几种产品 就可以把我画这么美美的 我说我已经 不知道恩怜没有 化妆的 没有化妆的 好 最后祝福大家舒舒服服 健健康康 吃的都很平安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给 两分钟的时间讲一下好不好 给他们来 请老师来 是 介绍一下 感恩 您叫贵姓大名 一定是姓盧的 但是我也不晓得他盧什么 不是说盧耶 最后分享一些时间给我 敬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全球磁技家人们 大家好 我叫做盧于心 对姓盧 上人刺语法 一夜 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 浸湿产品的那个保养品 那其实保养品呢 就是在我们慈激人当中 会觉得说 不用了我已经 已经在做主座了 不用爱水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的皮肤 是占我们人体的70% 是很大面积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身体的那个皮肤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现在呢大家都在推述嘛 卢素呢已经成为现在的时代 是最高尚的行为 对不对 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周遭的一些保养品啊 乳液啊 保健食品 它其实很多都一蕴残危机喔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很多各大的保养品公司 甚至是有名的 其实他们很多在制造保养品的当中 会使用人体实验 那个动物实验 就是说把小动物当做是就是实验品 然后其实很残忍 然后还有我们周遭看到的一些就是 乳液之类的 他们其实是有用一些动物性的一个脂肪 比如说绞砂碗 就是使用海中鱼类的一个部分 然后像绵羊油 我们常见的 那你是取用那个动物身上的一些一个部分 那我们要取用动物身上的一个脂肪 或是成分啊免不了就是要伤害它们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行为 那因为我本身是做美容 然后还有就是帮新娘子做化妆的一个部分 就是从事美容违法液 那所以我对保养品的部分是非常的就是敏感 那我会把我们的浸丝产品啊 用在我的客人当中 那我的客人当中也是效果都非常好 因为像近几年啊很多过敏儿啊皮肤疾病等 他们通常就是肌肤不稳定的问题 那我就是开始从自己以身就是下去试 还有我的小孩 那我们会发现说 近视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棒 那怎么棒呢 因为我有去深入了解我们的一个制作流程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 从原料金色师傅每天都是放佛经 我们的植物啊都是听佛经长大的 所以呢有师傅的用心跟加持 我们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无染纯净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呢 我们在推述的当中呢 你的皮肤也要吃素 那我们内在外在一起吃素 让我们就是整个 那个是纯素的一个人生 然后纯净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在自选也会开一个就是保养品课程 那这个保养品呢 我们就是会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的状况啊 它可以当做日常保养之外 它还可以急救哦 而且现在出了一系列的精油 那这个精油的部分呢 在2005年呢 上人因为龙王台风的部分嘛 因为我们有很多木材就是被风吹倒 那上人因为他一句就是 户中生疼喜这一些树木的部分 所以有讲到说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精油 那我们的进入精油都非常的棒 那在我们的一个课程当中呢 我也会就是引导 还有分享说 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这一些进入 把我们的浸丝的保养品 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然后也要请大家多多推广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没有打广告 但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也非常的纯净天然 连小baby 小朋友都可以用哦 对 因为我们家现在都是换成我们的就是浸丝系列 那我也是非常爱我们的浸丝的产品 对 所以我也是从很昂贵的东西 都换成是我们家的东西 那请大家一起多多就是来体验 然后使用 然后要吃得健康 然后也要用得漂亮 好 热烈掌声哦 谢谢 谢谢 今天特别把眼睛再 麦克风修给 是是是是 好他眼睛 今天就是都用我们的系列产品 今天就很简单五分钟而已 对 好 五分钟就可以画成这样哦 那我帮老师 因为老师没有拿麦克风的一个状态 好 我不能再让他们讲下去 我发现他们也是属于那种很能讲 讲不完的 为什么 因为都有深入 对 有深入去了解 所以真的很感恩的 原来我们周围 我们近视有这么 任何拿到一个出来 都可以讲很久了 我突然发现 如什么星啊 如一星 如一星很厉害耶 我在想想 我在想想 你怎么跟你们家弟弟一起 所以我们再安排 好 这边比如说 金林老师除了厨艺精壮之外 也乐于和大众广结善缘 除了不令经验分享 也让家人有机会品尝他的好手艺 于是超级感恩金林老师 所以赶快来帮老课 不用钱 五百元是你偷懒才会被没收 好不好 但是就是到时候会有一些材料费吧 应该 对 这是基本上使用者付费 但是老师是完全是免费教导大家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老师真的很大方 他就一直 我们其实要付他材料费 他一直说不用 然后我就偷偷问 认识他说 他很有钱吗 他在做什么的 因为我都也不认识 他说他是公务人员退休 我说那跟我差不多啊 就是口袋不深的那种 怎么可以一直结缘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感恩老师 那我们北京黄华就说 近视料理很想学习的 无限感恩 而且他说 小叶红茶本草栋 现在中秋做起来 真的刚好 我边讲你们打开不要吃 因为你没有汤匙 你就闻就好了 你光闻那个味道 不用他们等一下吃饭 我们就没有附汤匙 你们先打开来闻一下 我边说你们边闻 所以他说感恩金灵师姐的法布师 我们家就是阿姨阿姨呢 说要赶紧学起来 就要做了 然后嘉宜的瑞玲师姐说 乔麦茶也是长照中心阿公阿嬷的最爱 常常互动指定的饮品 那加拿大的管心灵说 惠命之良的是禁思 生命之良有禁思 所以是阅读禁思品味禁思 时时阅读禁思法品 日日品味禁思产品 让自己的身心灵充满健康快乐 正能量的细胞 善用食轮转法轮 感恩热心热情 口条流畅的精灵师姐 无私传授 今天试吃 他在加拿大只能试吃 好 许多禁思产品大饱眼福了 日本的曾经会说 感恩和精灵老师专业的分享 今天教学配方感觉都很实用又营养 还有终于知道怎么做出清晨漂亮的本草饮 小夜红茶果冬的超赞的 所以我们雪龙的玉妹说 我们需要人们去推荐禁思产品 这个是我们的保养品 他用昂贵的保养品 专业的 然后现在全部改我们禁思 把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用 所以在这一次 我们会把这一档传给我们的禁思的师傅 让他知道 我们高雄线上读所以很挺禁思 所以请大家一起说 阅读禁思品味禁思 现在请大家拿起你的果冻 然后放在你的嘴角这边是很开心的 并且另外一只手要按赞 要给老师按赞了 好 那请两位也回去 你们可以拿到 我们要请 那个我们再拍一张大和尚 好 OK 我们请大家拿出果冻 放在你的嘴边 然后按赞 后面的可以站起来 那同时间我在这边也做结语的 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这样的一堂课是可以给他设计进去 让更多人阅读禁思品味禁思 我在想想办法 新的年度我怎么安排 好 那同时间 麻烦给简报的部分导播 真献情串恋爱 下一次上课时间是10月11号 我们真献情串恋爱的感动故事 也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四个字八个字 阅读禁思品味禁思 让大家来了解禁思 但是心动以后你要回去实验证明 所以要把我们禁思的产品带回去 这一个纯植物性的 蘆蕙法胶定型护法 在高雄禁思书宣 要等到下个星期 可能这几天就来了 你再来关心 那今天有很多要买的 所以刚好买满一千 就可以响应我们的感恩礼赞 那我们禁思有余米果 好吃对不对 所以呢 请大家 这样子才280元 就可以跟家人还有朋友来分享的 那我们的925到929有快散五天 快散五天这些所有的本草 延下去的这一些好物 那总之我们阅读禁思品味禁思 我们十月份的一个好礼三选一 我们加了一样东西给你们 就是禁思的洗法经 我们即将放到感恩礼赞 让大家来试用 强档预告 下个星期 我们慈大中研所的林建德所长 跟中研所的研究生们 那旅逐月岛都市台南的议庭师姐 棒棒接力说辞记 是高雄的丘兰跟碧娟师姐 那我们泰国的团队 美军会立临主场 我们熟悉的慈云师姐 也会立临主场 总之 迟迟提醒自己 爱上人就多说辞敬 所以多说三 跟我们连线在一起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只有拼出来的美丽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跨步就向前 向前就有好姻缘 人可以没有权力 但要有影响力 我们会所跟上人金石师傅 以及所有线上的家人 再见 我们周周三再见 主场的听我一下 分享者还有医疗 小志工 还有这边您几个团队 请到二楼 我们即将跟我们海外的 跨国口译团队 阿公阿嬷 你们可以走来这边 吻一下 那其他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